绝世战魂 极品妖孽 第361章 昔日群雄汇聚 秦南左同中 金光大战 无尽微压 喷射而出 那皇宫中涌起的狂风 瞬间凝固 萧飞鹏的大手 僵硬半空 好像前方有着一道无形屏障 令得他无法伸入三分 鹏摸左手 萧飞鹏大吼一声 他整只左手 燃起滚滚黑气 好像化作大魔 竟是击碎微压 再度抓来 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争夺 若是这一抓击中 那林小宇定然身负重伤 滚 秦南猛然一动 身上好像炸开无数火焰 一拳打出 哄 萧飞鹏的身形 当场被击飞出去 身形在那虚空中 连连后退 划开一阵阵虚空连衣 暴响阵阵 全场皇宫众人 无不骇然 刚才那快若雷霆的交手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尊洪荒猛兽 开口咆哮 眼前这个青年 到底是谁 竟有如此神威 萧飞鹏收回全身气势 神色不怒返笑 道 不愧是秦南 能够让两大圣主同时出面争夺 果然不凡 此言一出 宛若惊雷 秦南 眼前这个青年 竟然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秦南 秦南师兄 林小雨都快哭了 他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存在 为秦南惹来了那么多的麻烦 没事 他只是把你当着借口 冲着我来的 秦南对他摇了摇头 随后给梁凯几人传了一个眼神 看向萧飞鹏 冷冷道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这种身份 为何你要做这种无耻之事 无耻 萧飞鹏恍然不觉 反而冷笑一声 道 秦南 你虽然是绝世天才 但你得罪了 你不该得罪的人 废话我不跟你多说 今日不是你我一战之日 等到了武宗秘境开启 我必然会施展权力 将你斩杀 说话这话 萧飞鹏脚尖一点 带动狂风 快若雷霆 消失不见 全场众人 面面相去 他们没想到 是血成三子之一的 萧飞鹏 今日到来 只是为了故意试探秦南 专门下达战书 这也让他们兴奋起来 传说中的绝世天才 秦南 和萧飞鹏对决起来 孰强孰弱 师兄 梁凯等人都围了过来 没事 秦南摆了摆手 脸色微沉 在这背后 到底是谁在出手 让萧飞鹏来狙击他 秦南虽不怕战斗 但他却不太喜欢 被人在暗中不断盯着的感觉 我们走 兰发老者走了过来 他身为护法 自然明白 秦南参加此次武宗秘境比武的消息 恐怕瞒不住了 这次武宗秘境比武 怕是会发生不为人知的变化 洪峰皇和洪峰太子 自然不好劝阻 只能视而不见 在兰发老者的带领下 秦南六人 离开了洪峰帝国的皇宫 而是来到了一座小城 名为靠海城 这靠海城 正如其名 靠近大海 除此之外 这武宗秘境 就是一处岛屿 在这大海深处 每当八月十八时 岛屿就会自动 从那海底深处飘来 打开静止 开启秘境 靠海城本来并不发达 正是因为武宗秘境的缘故 开始声名雀起 尤其是每年临近八月十八的时候 靠海城人满为患 汇聚了无数从下狱中过来的修饰 秦南等人 直接落住了一个客栈内 无声无息 并未惊动任何人 距离开启之日 还剩三日 蓝发老者率先沉声道 如今消息走漏 你们觉得现在该怎么办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对 我不怕他们 梁凯五人说道 从这次秦南维护林小宇 他们就知道 秦南是一个非常护短的人 并且极恶如仇 除此之外 他们五人 无意不是青龙圣地的天才人物 胸有傲义 岂会被区区萧飞棚的威胁 给直接吓退 我可以吸引火力 秦南思考了半想 笑道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正好可以吸引他们的视线 梁凯你们几个 正好可以趁机而动 到时候 我们理应外合 如何 师兄 你 梁凯等人神色异极 这种方法虽好 但秦南所要面对的危险 则是更大 秦南摆了摆手 满脸坚决 这次的事情 完全可以肯定 萧飞棚定然还不是主要火力 在他背后 还另有其人 来历要比萧飞棚更为强大 在弄清局势之前 秦南不想连累梁凯等人 那就这样 蓝发老者仿佛早已料到 点点头道 这几日 你们就在这里好好休养 有什么消息 我来通知你们 梁凯等人点点头 神色沉默了下去 秦南不再多言 盘膝而坐 调养一身气息 等待武宗秘境开启 三日时间 匆匆而过 整座靠海城 在这一日 变得热闹非凡 哎 你们听说了吗 我听说了那八臂狂刀 竟然也来参加这次的武宗秘境 哼 八臂狂刀算什么东西 你知不知道 秦南来了 什么 秦南来了 有没有搞错 这可是 引起了两大圣主争夺的绝世天才啊 传闻连杀黄唐青山都无法与他相比 你知道个屁 秦南引动了999条 问到于除外 当天还晋级武王境 你可知道 他引来了多少杖雷剑 我告诉你 9999杖 据说把青龙圣地都笼罩了 靠 这么变态 在往年武宗秘境开启的时候 能够参加武宗秘境的 只有一定人数 至于其他修士前来此处 完全就是为了见识见识添交的风采 可是今年 所有的光芒 全部都被掩盖 主角只有秦南一人 此时此刻 靠海城临海广场 在这广场上 人满为患 每一尊几乎都是武王境的修士 这些人都在静静等待 等待武宗秘境的开启 快看 青龙圣地来了 那是秦南 人群瞬间沸腾起来 无数道的目光 齐刷刷看过来 蓝发老者走在前方 在他身后 依次是秦南 梁凯等人 秦南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神情不变 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就在这时 一道强大的气势 毫不顾忌 冲天起 赫然是肖飞鹏 肖飞鹏也来了 传闻 他在洪峰帝国的时候 他给秦南下达了战书 人群又是一阵沸腾 满脸期待 只不过让他们很快失望 肖飞鹏和秦南两个人 互相看都没有看一眼 并未发生任何摩擦 飞扬圣地来了 忽然之间 人群中响起了一声尖叫 若是往常 飞扬圣地到来 定然会吸引大部分目光 但是今日全场的目光 都被秦南吸引了过去 只有寥寥几人 投去了眼神 这一看之下 却不料神色大变 卧槽 焦十一 焦哲 什么 焦家两兄弟都来了 焦哲和焦十一 在下狱之中 都有了一定名气 虽然青龙圣地的弟子 选拔大赛上 他们被秦南的光芒 彻底掩盖 但同样也是顶尖天焦 备受瞩目 这次武宗秘境开启 他们这两大天才 同时出场 在焦哲和焦十一的身后 还站着三位其他弟子 最后面则是一架马车 马车由八位武宗精的强者抬起 行走之间 一态万千 这让全场的目光 不禁吸引了过去 到底是何人到来 竟然有如此盛大的排场 只见马车一停 车门推开 一名白衣女子 从中走出 全场散修看到这女子的刹那 都是微微失神 眼中涌起了抹惊艳 白衣女子身形飘出 一步步朝着秦南 走到秦南面前之后 笑容如花 道 秦南道友 好久不见 小女子 对你甚是想念呢 来人 江碧兰 本章完 第362章 似有故人来 这不是伤道蒙的圣女吗 难道她喜欢秦南 广场上的一群修士 在惊叹的同时 都是无不羡慕 江碧兰貌美如花 生性温柔 还是一尊爵士天才 背景强大 恐怕也只有秦南 有资格和她在一起了 秦南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她现在已经明白了三分 这萧飞鹏对她出手 恐怕和江碧兰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女人 还真是阴魂不散 秦南道友 我也不想跟你说太多的废话呢 这次武宗秘境 就不是比拼感悟能力等等啊 而是比拼真实实力呢 对于你的实力 我很期待 江碧兰与以往不同 而是笑盈盈地说了这句 转身便离开了 全场修士目光微动 这句话的意思 有种宣战的意味 难道圣女和秦南之间 乃是敌人 正如秦南猜测的一样 江碧兰一到来 那萧飞鹏就走了上去 开始密切攀谈 看起来气氛非常融洽 全场散修这时心中一定 看来这圣女是秦南的敌人 如今正和萧飞鹏联手 这番局势 他们自然不敢多言 只是暗暗期待 绝世天才秦南和圣女 萧飞鹏等人联手之下 到底孰强孰弱 这个时候 一到人影 呼而飞来 原来是靠海城城主 两大圣地的各位天骄 还有在场各位的道友们 武宗秘境 即将开启 靠海城城主大声道 这武宗秘境呢 是一座岛屿 有百年前出现 根据我们靠海城的古典记载 在这座岛上 有着古老的封印 一旦打开 就会产生不祥 希望到时候 前往武宗秘境的道友们 不要触碰封印 除此之外 我说一下规则 两大圣地总共12个人 还有24个名额 这24个名额呢 就需要各大修士 自己争夺了 谁能够先进入武宗秘境 那就正式参赛 还有非常重要一点 你们每个人进入了武宗秘境 都会获得一块三叉令牌 当令牌被夺去 就会被淘汰出岛屿 同样 只有手持八块令牌 就可以前去武宗秘境岛屿中央 激活十项 获得武宗机缘 靠海城城主 娓娓道来 秦南立刻明白了 这武宗秘境的规则 和昔日玄灵宗万象大比有点类似 都是争夺令牌 只不过 武宗秘境 必须要争夺八块令牌 还必须要前往岛屿中央激活十项 话而言之 这次的武宗秘境 无法躲藏 直至最后 必有一战 这是传音令牌 你们六人 切记到了岛屿之中 不能失去联系 蓝发长老打出六张令牌 神情严肃到 另外 梁凯你们五人 一定要记住 等到最后 你们一定要听秦南师弟的指挥 务必拿下第一 明白 梁凯等人齐齐点头 秦南左同金光微闪 开始扫视全场 洞察修为 将碧兰此女心机深沉 这次武宗秘境 定然会搅动风云 在这之前 秦南要观察一下众人的实力 心中有一个大感 突然间 将碧兰微笑开口 声音清脆 武宗秘境 群雄汇聚 小女子有点薄名 想必各位熟知 在这里 小女子要将自己的传音令牌 发放给全场众人 等武宗秘境开启 各位道友如若进入了岛屿中 那么请与小女子联系 小女子有一桩好生意 报酬丰富 说话间 她屈指一谈 竟是几百道传音令牌 像是天女散花般 落入了每个人的手中 蓝发老者和梁凯等人 神色微变 他们早就知道 江碧兰和秦南之间 有所过节 现在江碧兰不惜动用几百个传音令牌 定然是有所计谋 秦南神色一领 这种手法 与当初万象大比的茉莉 林子肖有点类似 聚集群雄 联合起来 对她出手 除此之外 当初在万象岛 林子肖只能让人用寿传信 如今江碧兰有着传音令牌 在岛上要将人聚集起来 非常轻松 多谢圣女 哈哈 这个不错 那我一定要进入武宗秘境了 全场散修 心思微动 纷纷响应 他们虽不知江碧兰的具体想法 但他们 对江碧兰印象不错 再加上江碧兰的身份 如若真的有大生意 他们丝毫不介意 这个江碧兰 手段果然不一般 秦男脸色微沉 他现在无法阻止江碧兰 他只有提前将人全部洞察清楚 知道实力 秦男的目光 在全场一一扫过 直到他看到一个人时 脸色煞食大变 如今广场上无比火热 交谈声不断 可人群中有着一个人 浓眉大眼 见眉心目 无比俊秀 可这个人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江碧兰 双目中满是杀鸡 贱人 土著 蝼蚁 畜生 这人口中 不断骂出一些难听的词语 原来 此人竟是端木丰手 习大师兄 赵芳 赵芳在黑手城 被断清那匹小野马 给教训之后 非常愤怒 随后动用了一些手段 取得了后面 打劫王大赛的第一名 他也如愿以偿地 获得了足够贡献点 买下了那门禁药 可谁知道 秦男马不停提前来参加 武宗秘境了 赵芳一下傻眼了 在咬牙切齿之后 下定决心 动用了变化之术 还用了某种秘法 将自己的修为 压制在了武王境巅峰 前来这靠海城 准备参加武宗秘境 然后找机会对秦男下药 只是赵芳没料到 江碧兰这个贱人 居然想对他家的秦男动手 简直浑蛋 长那么丑 还想对付秦男 卧槽 秦男第一次抱了粗口 脸色胀成了紫色 江碧兰 萧非彭等人对付他 他不怕 可是他没想到 赵芳这死变态 居然还跟着来到了这武宗秘境 梁凯等人满脸疑惑 秦男师兄 这是怎么了 秦男 江碧兰此女不简单 他这番到来 定然准备了什么 等到时候我隐藏起来 你和我里应外合 突然之间 一道熟悉的清脆悦耳声响彻起来 秦男微微一震 转头看去 忽而之间 人群之中 一名毫不起眼的青年 眼神正带着寒意 扫视着江碧兰等人 秦男左瞳金光一闪 立刻发觉 这名青年 竟是妙妙公主 你 怎么来了 秦男有些发愣 妙妙公主 不是在练丹吗 怎么跑过来了 难道 他在担心自己 本公主听端木那老家伙说 江碧兰过来 要欺负你了 妙妙公主 好像看穿了秦男所想 挥舞了一下拳头 威胁道 你可不要乱想 本公主根本不是担心你 就是因为 你是我仆人 除了我之外 嗯 谁也不能欺负 嗯 本公主才没有担心你 就是看那女人不爽 他说话间 时不时点头 好像是在告诉秦男 他真的不是担心她哦 本章完 第363章 秘境开启 秦男笑了笑 有点恍惚 刚开始认识妙妙公主的时候 他恨不得杀了她 随着后面的接触 他除了有点爱要面子 喜欢担要 喜欢打劫 蛮不讲理以外 很多时候都非常的互端 至少对她是这样 好 我们联手对付她 一定要给她一个教训 秦男对着她传音说道 妙妙公主好似松了口气 拍了拍胸口 不再多言 就在这时 忽而一到惊天巨响响起 只见那不断起伏的海面上 向上涌动起来 一尊巨大的岛屿 笼罩着一层黄色光幕 缓缓升腾而起 掀出了无数的浪花 惊天动地 这座岛屿 占地方圆两百多里 其中古树参天 灵气涌动 玄妙无穷 在其中央 隐隐约约间 还有着三尊巍峨的石像 若隐若现 走 蓝发老者 和飞扬圣地使者 齐齐开口喝道 两大武皇竟瞬间出手 大秀一甩 将弟子包裹 甩入天空 秦南脚尖在那虚空一踏 就进入了岛屿深处 见到两大圣地的弟子 都进入其中 那靠海城城主 当下大声喝道 所有修士 你们记住 只有二十四个名额 谁若不是那二十四个名额 强行闯入其中 就会被那岛屿的禁止击杀 整个广场 瞬间沸腾 那数百个武王竟修士 都展现出来了强横秘法 进入天空 杀入秘境岛屿之中 对于他们来说 成就武宗竟 千载难逢 尽管有着两大圣地天才在此 都要拼一拼 萧飞鹏一马当仙 在他身后 就是赵方和妙妙公主 不断闪入岛屿之中 眨眼之间 二十四人已满 其中有个年迈的武王竟巅峰修士 心有不甘 强行闯入 瞬间被那岛屿禁止 弹杀成为粉碎 将无数人下的亡魂接冒 这次 我们飞扬圣地 必然第一 那飞扬圣地使者 若有若无地扫了一眼蓝发老者 傲然开口 蓝发老者冷笑一声 并未回答 Soul 秦南的身影 在那天空掉落下来 刚刚闯入岛屿的瞬间 有股无形的力量 扭转了时空 导致他和梁凯等人 分开了位置 并未落在一起 秦南摸了摸腰间 他腰间已经多了一块三叉令牌 不知从何而来 不过他没有研究令牌 率先释放神时 发现方圆七里之内 毫无人影之后 当下定了定神 梁凯 你们几个碰到敌人了没 秦南迅速掏出传音令牌 没有 我是一个人 秦南师兄 你在哪里 五人纷纷传音过来 随时保持联系 有什么情况 立刻传音 秦南并未回答太多 然后通过传音令牌 联系到了妙妙公主 他们两人之间的位置 差距不远 妙妙公主很快赶来 呼 憋死本公主了 妙妙公主输了口气 身上光芒一闪 便回了那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的娇俏模样 公主 你能锁定江碧兰等人的身形吗 秦南开口问道 不能 妙妙公主摇了摇头 道 我的修为动用秘法 压制到了五王镜 所以不能大规模探查 那也无所谓 现在我们两人 联合起来 追击江碧兰 秦南眼中冷芒一闪 这片岛屿 只有方圆两百多里 他的神识无比逆天 可以覆盖方圆七里 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就可以找到江碧兰的身形 对于江碧兰 事到如今 秦南不会手下留情 等等 妙妙公主神色一动 掏出了一块传音令牌 道 这是江碧兰发放的 她传来消息了 秦南目光一领 妙妙公主束手一扬 那传音令牌中 立刻响起了江碧兰的悦耳声音 诸位修士们 众所周知 武宗秘境 只有三个人能获取名额 恕我直言 此次两大圣地的绝世天才秦南 还有我本人 肖飞鹏 焦十一和焦哲在此 还有其他圣地的天才 你们想要获得三个名额 恐怕有点难度 大家不要生气 说这番话 只是想要和大家合作 怎么合作呢 坦白来说 我和绝世天才秦南 有点过节 我需要他身上的某些东西 若是大家愿意助我 事成之后 我会每个人都拿三剑王道之器 作为奖励 在帮助我的途中 你们要是察觉到了危险 可以自行离开 同样也有好处 至于信誉 想必伤道蒙圣女这五个字 就绰绰有余了 我希望大家 能和我一起联手 战败下狱的绝世天才 打破传说 我现在的位置 在这岛屿中央 我等待着大家 这一番话 慷慨激昂 种种好处 让人心动 妙妙公主 邪逆了秦南一眼 似笑非笑道 每个人三剑王道之器 这可是大手笔呢 好一个江碧兰 果然是这一招 秦南深吸了口气 道 我们去岛屿中央 两个人的身形 毫无逗留 朝着那岛屿中央飞去 只花费了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两人便已抵达 这岛屿中央 与岛屿四周不同 乃是一个方圆两里的道场 道场由某种淋浴铺成 好像经历了无数的年月 显得无比古老 在道场中央 三尊长达五丈的雕像 耸立而起 这三尊雕像 都是同一名男子 双手富丽 一身长衫 头发齐腰 分别是以三个不同的方位 仰望天穷 不知为何 这雕像明明是死的 却给人种仿佛他还活着的感觉 这 秦南身形一颤 他刚才动用战神佐童 看向这三尊雕像的时候 隐隐看到 这三尊雕像的深处 好像漂浮着三种力量 气息虽然微弱 但无比强大 好像是一颗心脏板 正在剧烈跳动着 难道 还活着 秦南脑海中 蹦出了这个念头 他这个时候 突然想到了 靠海城城主所说 这座岛屿 乃是百年之前出现 并且还流传着可怕的传说 若是打开封印 将会带来不祥 难道这三尊 可以刺人突破五宗境的雕像 就是被这座岛屿 镇压得不祥 他还没死 他还活着 秦南下意识地扫了眼岛屿 可是这座岛屿 所蕴含的奥妙 远远超出了他 所能窥探的地步 算了 先不管这些 主要是对付江碧兰 秦南很快回过神来 和妙妙公主 同时身形一闪 漂浮半空 低头看去 在那道场中央之处 站立着焦十一 焦折 萧飞鹏 至于另外一边 则是江碧兰 江碧兰亭听听玉力 看着天空中的秦南 轻笑道 秦南道友 你来了呀 本章完 第364章 静中静 此时此刻 已有几位修士 面对江碧兰提出来的好处 从那岛屿四周赶来 当他们看到天空中的秦南之时 神色一乐 战 秦南左同中金光大战 战役冲天 不但丝毫犹豫 身形笔直冲下 朝着江碧兰杀去 秦南 焦十一大吼一声 化身为一缕见光 破天杀来 自从上次青龙圣地离开之后 他在飞扬圣地内 经历了种种战斗 一身修为 达到了五王境巅峰 并且自身剑术 变得更加精妙 一剑巨士 宛如天地刺出 你的对手是我 萧飞鹏沉喝一声 他身形宛如太古昆鹏 画出无形双翼 狠狠一拍 无处狂风 在那虚空炸开 找死 秦南双目一瞪 犹如怒目金刚 他头发瞬间火红 无风狂舞 在他身上凝聚出来了一道火焰铠甲 在其身后 一道长达五丈的火焰披风 卷天而起 拖 秦南双臂挥起 宛如大弓拉开 一拳打出 轰 轰 无边磅礴的静力 就好像天空洪水倾泻而下 将那剑气和狂风 碾压成粉碎 怎么可能 焦十一和萧飞鹏 脸色齐齐一变 这等肉身 竟然能够将他们二人的杀招 轻而一举碾压 秦南一身修为 到底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电光火势之间 焦十一和萧飞鹏 顾不得其他 身形化作无边虚雷 一左一右 朝着秦南沙来 双胶合一 就凭你们两个 还不是我的对手 秦南一声长笑 又是两拳 隔着虚空 狠狠打下 滚 这两拳 好像是两座巨山 镇压在了焦十一和萧飞鹏身上 直接将他们两个人的身形 当场打飞 那四周赶来的散修们 都是满脸骇然 焦十一和萧飞鹏这两大天骄 在秦南面前 竟然无法抵挡一招 刀来 秦南左臂一抖 七宗最之手的傲慢鼓刀 落入他的手中 刀尖微颤 在那虚空之中 直接锁定了江碧兰 他们两人早已恩怨难分 今日一刀斩断 哥哥 救他 焦十一立声喝道 焦折双手和时 目不斜视 也不动弹 这场战斗 与他无关 杀 秦南手中之刀 豁然挥出 卷动无边刀器 斩向江碧兰的头颅 秦南道友 出手何必如此狠辣呢 江碧兰轻声一笑 束手一扬 从他脚底一股光芒涌动起来 将他全身上下包裹 形成了绝对防御 哄 刀器斩下 发出了一道令人心惊胆战的爆炸声 可那江碧兰身上的光芒 只是不断摇晃 并未破碎 防御之力 堪称可怕 江碧兰脸上 依然是笑颜如花 这一招 乃是太古之招 名为护神光 是商道门从某个修士中收购而来 一旦施展开来 同级之间 根本无法打破 话而言之 除了武宗静强者 他的护神光 无人能敌 秦南 看招 江十一和肖飞鹏反应过来 准备再度杀来 就听嗖的一声 他们两人面前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名精致可爱的小女孩 小女孩身上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炸响声 好像是一尊太古巨龙正在苏醒 笑眯眯道 两位小朋友 本公主今天来教你们做人 话音刚落 小女孩脚步一踏 身形就来到了 江十一和肖飞鹏头顶 还未等两人反应过来 小女孩五指张开 从她指尖缝隙之中 飘下无穷刀器 瞬间化作刀海 将两人笼罩 江十一和肖飞鹏 神色大变 好恐怖的刀切 什么时候 秦南身边 多出了如此一尊强者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是妙妙公主吧 秦南道友 你果然不简单啊 公主竟然愿意压制修为 专门来陪你参加武宗秘境考核 江碧兰开口说道 举止散漫 好像并未因为妙妙公主的到来 有所反应 少给我废话 区区光芒 也想挡住我 秦南左童中金光大战 上下扫动 不出半个呼吸时间 这护神光的漏洞便被她洞察 原来这护神光乃是天地之力凝聚而成 在那顶部之处就有一个交汇之点 这个点便是最为脆弱的部分 碎 秦南一刀斩出 落在那顶部 整道护神光 瞬间破碎 江碧兰神色终于一变 万万没有想到 她引以为傲的防御之招 竟然会这般轻易破碎 她震惊的同时 身形毫不犹豫 脚尖一点 化作了一缕相风 卷向四周 秦南早有所料 她战神左童 洞察局势 当将碧兰动身的刹那 她面无表情 手中之刀 便携带无尽神威 轰然落下 哥哥 你若不救她 我死定你看 焦十一发现这幕 当下神色猙獰 开口怒吼 手中常见嗡鸣 竟有了必死决心 唉 焦折见她神色疯狂 叹息一声 左手探出 竟是跨越数十米 五指张开 将那无边刀器 硬生生抓入手中 她五指上燃起古老清光 狠狠一捏 这个小小的动作 竟是爆发出来了 崔枯拉朽般的恐怖力量 将那刀器 硬生生捏碎 好恐怖的肉身 几乎所有人脑海中 都闪过了这个念头 焦折 秦南眼中闪过了道利芒 飞扬圣地的诸多天骄之中 焦十一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肖飞鹏勉强还能与之一战 唯有江碧兰和焦折 两人都是绝世天骄 每个人底蕴身厚 焦折师兄 小女子多谢了 江碧兰身形 不知何时 落在那石像之上 口中发出了悦耳的笑声 秦南道友 这场战斗 我本意无心参与 可生在俗世 一身红尘 无法斩断 还望秦南道友能够理 焦折满脸无奈 他不曾想要与秦南为敌 他反而非常欣赏秦南 可他有个弟弟焦十一 至始至终 都成为了他的软肋 理解你妹 突兀之间 一声大喝 只见一名英俊青年 携带磅礴神力 朝着焦折 骤然轰来 来人赫然是赵芳 赵芳哪里知道自己真身 早就被看破 还不忘 对着秦南温柔一笑 宝 秦南道友 这江碧兰 我早就看不顺眼 此次 我就帮你拦住焦折 你大可好好对付江碧兰 秦南身体一抖 他手中的刀 差点忍不住 就朝着赵芳斩了过去 只是此刻 不是计较的时候 江碧兰 秦南刷的抬头 左瞳之中 无边金光 战神威压 滚滚爆发 江碧兰不愧是伤道蒙圣女 他除了肩膀微微一抖 身形毫无影响 他在秦南爆发的瞬间 咯咯一笑 道 秦南道友 不得不佩服 明明是只身前来 最后关头 却将我这边的诸多天骄 全部击溃 看来我真没小看你 既然这样 小女子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现在就替你送上 他五指伸出 朝着那十项头颅一拍 插那之间 三尊十项 好像苏醒开来 从那体内 喷发出来了无尽的血盲 笔直射向天空 使得笼罩岛屿的那道光照 被这血盲侵蚀 化作了一片血色 天地一片血色 大地一片血色 整座岛屿发出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空中不断传来了隐隐咆哮的声音 好像是无尽的魔头 隐藏在了其中 钻入人的心灵 令人焦躁不安 化作真正魔狱 这是 秦南神色一变 本章完 第365章 摩丹尊者 秦南通过左瞳 立刻看出 那石像内的三股力量 彻底暴动起来 在那暴动的力量上 演化出来了一阵阵光雾 赫然是封印 只是这种封印 极为淡薄 只剩最后一丝 好似随时都会破碎 这是怎么回事 靠 不会把这里的封印打开了吧 疯了 简直疯了 全场那赶过来的伞修们 一个个都混乱了 在进入岛屿之前 靠海城城主 早就说过这个封印之事 如今这天地血色 魔气四溢 让他们不禁心惊胆寒 诸位道友 不必惊慌 江碧兰笑音音道 首先我来说一下 这个地方 乃是数百年前 一位名叫摩丹尊者的存在 因为杀孽太重 遭到两大圣地围攻 重伤临死 为了躲避两大圣地的追杀 摩丹尊者进行了自我封印 陷入沉睡 化作了这座岛屿 此话一出 众人无不打惊 谁能够想到 这座岛屿 乃是一位尊者所画 江碧兰继续道 每年举行的武宗秘境 总共有三个名额 有三个人 可以获得晋升武宗的希望 其实 所谓晋升武宗的希望 就是摩丹尊者留下来的一种丹药 名为三文升天丹 服用此丹 就可以晋级武宗 摩丹尊者这么做 就是为了吸引两大圣地和其他散修 来到这处岛屿厮杀 那陨落的武王靖修士 就会被这座岛屿吸收 从而让摩丹尊者 重塑肉身 有朝一日 重见天日 死 众人都忍不住吸了口冷气 这摩丹尊者 果然厉害 种种算计 连两大圣地都不曾察觉 当然了 他们也不曾怀疑江碧兰的话 哪怕是秦南都不会怀疑 因为江碧兰出自商道盟 知晓无数的秘密 哪怕是当初五元阁的秘密 江碧兰都知晓一二 那你为什么打开封印 你难道想要摩丹尊者复活吗 一尊散修 历生质问 封印并未全部打开 还生最后一丝 至少今年之内 封印都不会完全打开 江碧兰摇头道 之所以打开大部分封印 是小女子 想要借助这里的摩弃一用 说话间 她手掌一番 一枚古老的圆盘 浮现在了她手上 这圆盘宛如星辰 种种漆黑纹路 不断流淌 互相交织 形成了一种玄妙的存在 秦南 逃 妙妙公主 见到这圆盘 当下神色一变 立一声喝道 拿下她 江十一和萧飞鹏 两人早已知道计划 当下身形 齐齐一动 江十一背后 五道悬光吞吐 一尊古老大剑武魂 冲天起 从那大剑上 涌出了无边剑气 竟然是演化出一座剑气大山 朝着妙妙公主的身形 狠狠镇压而下 鲲鹏舞魂 肖飞鹏 长笑一声 背后六道悬光闪烁 一头太古神兽鲲鹏 从他背后冲起 俯冲而下 一对尖锐的利爪 闪烁无尽神光 狠狠抓在了秦南的肩膀上 哄 饶式秦南如今的肉身 都被狠狠震入地面 动弹不得 不好 中计了 秦南神色微变 他现在总算明白过来 刚开始肖飞鹏和焦十一 之所以好对付 就是他们两人故意示弱 削弱秦南的注意力 如今突然闪电般出手 利用武魂 就是为了将秦南镇压片刻 给我破 秦南一声怒吓 整幅肉身 好像是火山爆发 尽力狂涌 却依然无法撼动那鲲鹏舞魂 哈哈 秦南 哪怕你是绝世天骄 在我鲲鹏舞魂的镇压之下 一时半会 也无法震开 你就乖乖给我等死吧 肖飞鹏脸上浮现出来了抹宁笑 魔纹天盘 注意魔气 给我歇 江碧兰手掌一抖 那块古老魔盘 顿时爆发出股巨大的犀利 使得整座岛屿漂浮的魔气 以着肉眼可见的速度 汹涌而来 灌入其中 眨眼之间 原本化作一片血色的岛屿 恢复如初 所有的魔气 都被吸得一干二净 哼 那古老魔盘 仿佛化作了绝世大魔 光芒闪耀 震动天地 全场散修 无不大害 光是这魔盘里面的气息 就让他们畏惧不已 滚开 秦南左同中金光大战 浑身涌出来的火焰 更加狂暴 那鲲鹏武魂 都开始发出了一道剧烈尖叫 身形不断颤动 好像被这火焰 焚烧得疼痛 想要逃走 萧飞鹏神色一变 秦南的肉身 比他想象中 更为可怕 诸位道友 请速速出手 镇压住那位小女孩 小女子之前许诺的好处 绝对不变 江碧兰神色不慌不忙 迅速开口道 这 全场散修 微微错愕 没想到会是这般局面 他们不禁有点犹豫 秦南毕竟是绝世天才 如若杀死 恐怕会遭来无尽报复 请诸位放心 我将碧兰对天启示 绝对庇护你们 永生永世 江碧兰仿佛有所察觉 开口道 那就多谢圣女 四周聚拢过来的十九位散修 没有犹豫太久 迅速答应下来 每个人不约而同 展现身法 动用杀招 奔向妙妙公主 对于他们来说 三剑王道之气的诱惑 实在是太大 根本无法拒绝 受 阵 交十一压力骤轻 腾出手来 催动那柄大剑 从天而降落 震在了秦南头上 哄 秦南刚欲震开的肉身 再度被震入地面 浑身的火焰铠甲 仿佛都要崩裂 九天十地 万古大魔 朱星大震 奥妙无穷 将碧兰手持那尊古老魔盘 开始念念有词 随着他每一次的念动 在那魔盘上 就好像有着一尊魔王苏醒 肖飞鹏和交十一都是冷笑一声 他们两人联手 任凭这个秦南再过强大 也无法逃过镇压 只要等将碧兰大震一出 无论秦南是怎样的绝世天骄 今天必定陨落 唉 胶折对战着眼前的赵芳 看着眼前这幅场景 不禁叹息一声 江碧兰此女 实在是可怕 多方算计 浑然天成 没有丝毫漏洞 将所有的意外 全部都算入了其中 哪怕是秦南 恐怕此次大劫 也难以逃脱 难道这一次 秦南注定陨落 可惜 可惜 龙闻金丹 傲法无穷 天地众生 唯我独尊 秦南一头火焰头发 瞬间狂舞 他那被镇压的身形 好似涌出了无尽的力量 破 秦南张口一吐 龙闻金丹 悬浮而出 这一刹那间 无论是各大散修们的战斗 还是两大天骄的武魂 或者是将碧兰手中的古老魔盘 在这金丹出世的刹那 都暗淡下去 好像所有一切都化作了引火光芒 唯有这颗金丹 化作天地之间最为闪亮星辰 不好 肖飞鹏和焦十一神色大变 就在这时 忽而几声大喝 响彻起来 畜生 放开秦南师兄 来人赫然是梁凯等人 本章完 第366章 四魔破灭阵 四象无疾 九天坤鹏 八荒鹿河 阵见万道 肖飞鹏和焦十一 都在此时感受巨大危机 立刻吐出内丹 动用内丹之法 催动武魂之妙 强强联手 再度镇压 给我滚 秦南神色不变 口吐炸雷 运转着那颗龙蚊金丹 朝着两人 狠狠一撞 哄 两大武魂 两大内丹 在这刹那间 都被强行撞退 仿佛他们面对的 不再是一颗金丹 而是一头真正的巨龙 破 肖飞鹏和焦十一身形 被震得连连后退 张口吐出一口鲜血 一击之下 两大天骄 都为之受伤 如此金丹 果然逆天 无论是焦折 还是那些修士 都不禁心中大震 难怪两大圣地圣主 都亲自出动 光是这龙闻金丹之威 横扫同级之间 毫无问题 哪怕是跨级对战 武宗镜一重强者 完全可以将之碾压 公主 我们来助你 梁凯武人看到 十几位散修 都在围攻一个小女孩 立刻猜到 恐怕此女子 就是最近因为炼丹 名声大噪的妙妙公主 当下不再迟疑 杀招迸发 不用管我 去救青难 这是阴谋 将碧蓝要对付她的内丹 妙妙公主突然立声道 嗯 梁凯武人微微一愣 还未反应过来 秦南 看招 萧飞鹏和焦十一被击退 竟然并未离去 而是快速掏出了两件法宝 扔向虚空 光芒大作 狂风暴雨 种种而来 威压四射 这两件法宝 竟是两件黄道之气 并且所具备的功能 都是镇压 连黄道之气都拿出来了 给我碎 秦南浑身的战役 好像是澎湃大海 越来越猛 神色疯狂 当下运转那龙文金丹 锁定虚空 爆发出滔天神光 狠狠一击 哄 哪怕是两大黄道之气 在这龙文金丹之下 都被轰杀得连连暴退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萧飞鹏和焦十一 无法将黄道之气的力量 彻底发挥 龙啸天下 秦南左通中 金光狂涌 从那金丹上 那一头盘卷上的金龙 好似苏醒过来 一双眸子 冰冷地看着两件黄道之气 骤然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一道恐怖咆哮 好 刹那之间 方圆无理之内 所有修饰 都是耳膜如同尖刺 神色剧痛 那两大黄道之气 不仅被这一道咆哮击中 再加上战神左通的洞察 击中都是薄弱之处 或者是关键阵眼之处 瞬时爆炸开来 喷出了无穷刚气 两件黄道之气 彻底毁灭 受死 秦南毫不停歇 身形冲天 朝着萧飞鹏和焦十一 齐齐打出一拳 啊 两道凄厉的惨叫声 划破天空 两人的身影都被当场打飞 口吐鲜血 两大天骄 哪怕动用权力 配合两件黄道之气 依然无法挡住秦南凶威 江碧兰 受 秦南豁然转头 目光带着滔天杀鸡 锁定而来 只是他的死字还没说出 江碧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连两大天骄事长各种手段 都无法拦住你 只是这一切 早已在我预料之中 苍穹斗转 四公四魔 大震鸣 他脸色突然一变 严肃庄重 手中魔盘 抛向天空 悬浮秦南的头顶 拖 秦南心里当下浮现出来了似不好的预感 运转着龙纹金丹 向那魔盘 发出惊人一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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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击还未落下 似到沙哑 仿佛来自太古的吼声 突然炸开 只见魔盘光芒大作 蔓延出来了无数漆黑的纹路 瞬间覆盖方圆武藏 大震凝聚 在那大震之上 刺到太古漆黑的虚影 猛然拔地而起 嗡 整个空间 仿佛安静下来 发出了一道好似神圣的嗡鸣声 秦南龙纹金丹打出来的那惊人一击 遭到了一股无形力量的狙杀 溃散成虚无 救他 妙妙公主 发出一声利和 如若不是她的身形 被这十几位的散修 全部封锁 她早就杀过去 梁凯等人这时候彻底醒悟过来 大吼一声 齐齐施展杀招 轰向那魔盘蔓延开来的阵法 但是整个阵法 纹丝不动 并反弹出来了股恐怖剧力 抽打在了他们五人身上 将之打飞 大震已明 谁能撼动 秦南 哪怕你有逆天金丹 今日也要让她彻底破灭 将碧兰神色冷漠起来 她在得知秦南来到这五宗秘境之后 当下动用权限 调动了无数的秘籍 后来得知魔丹尊者之事 立刻找到了眼前这个魔盘 再联合交十一 萧飞鹏 布下这场惊天大局 就是为了狙击秦南的龙闻金丹 世间修士 分有三种 第一种是功法流 武魂为辅 主修功法 使之力量无限 第二种是武魂流 不断挖掘自身武魂能力 以功法辅助 第三种是法宝流 以武魂和功法辅助 凭借强大法宝 狙杀敌人 这三种 就是所有修士的武者之路 可如今 秦南却是第四种 九闻金丹 为武王之尊 秦南却是凝出了龙闻金丹 堪称极致逆天 在这龙闻金丹面前 什么法宝 武魂等等之类 都会被统统碾压 正是因此 江碧兰不惜花费巨大代价 拿出这门四魔破灭阵 还准备了多种手段 只为了破灭秦南的龙闻金丹 此时不灭 假以时日 秦南之恐怖 无人抵挡 阵金丹 江碧兰大声一鹤 那天空中蔓延出来的魔道大阵 瞬间喷涌无边威能 那阵法之上的四尊魔王虚影 当下狂笑 转过身来 锁定秦南 同时打出一道漆黑太古的锁链 将那颗龙闻金丹 死死缠绕 当完全缠绕之后 锁链化黑火 滚滚焚烧起来 死 秦南道抽口冷气 这黑火不知为何种火焰 竟然能够焚烧他的龙闻金丹 这导致他的本体也遭到了极大的冲击 不好 妙妙公主脸色微白 他虽不懂阵法 但刚好知道 这种四魔破灭阵 放在远古的时候 那是为了狙杀五尊所用的大阵 如今尽管威力不够 但将碧兰拿他来对付龙闻金丹 恐怕绰绰有余 眼前这黑火坟灭 还只是刚刚开始 哈哈 秦南 让你嚣张嘚瑟 让你不把碧兰放在眼里 你现在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的下场 这时候 那身负重伤的焦十一 忍不住发出了大笑 脸上有这种说不出的畅快 本章完 第367章 一生一世 痴狂丹 焦十一不同于萧飞鹏 萧飞鹏纯粹是因为大哥的原因 再加上想挑战秦南 才会出手 可是焦十一 对江碧兰如痴如狂 曾在青龙圣地上 多次遭到秦南挑衅 如今见到秦南落败 他才会如此表情 区区火焰 也想伤我 奇料到这时 秦南突然一声狂笑 在他龙闻金丹上 滚滚火焰 喷涌而出 使得那四周 化作一片火海 这是龙闻金丹内 属于裂阳金甲体觉的意志 焦十一脸上的笑容微僵 四魔破灭阵 可不是这么好对付的 万魔禅畅 江碧兰神色不动 龙闻金丹逆天 他早就料到 当下催动大阵 使得那大阵之上的四尊魔王虚影 嘴唇微动 发出无数阴节 尽管只有四尊魔王 但感觉那虚空中 好像站立起来了一尊尊的魔头 对着秦南 发出鹤声 这每道鹤声 都蕴含无尽玄妙 奇奇迸发 更是威能无穷 要将人彻底磨化 哪怕是四周的修士们 没有被大阵困住 都是大脑嗡嗡作响 令得他们神色微变 隐隐有了扭曲征兆 万魔禅畅之威 可见厉害 什么狗屁万魔禅畅 丢滚 秦南立鹤一声 那龙闻金丹 嗡嗡阵 除了滔天火焰 竟是演化出来一尊大钟 立于虚空 狠狠一敲 发出嗡的一道巨音 万魔禅畅之声 煞时溃灭 不复存在 这主要是秦南修炼了 清新荡魔诀 再加上龙闻金丹之威 所有邪魔 都完全不惧 嗯 焦十一和肖飞鹏的神色 都是微变 这龙闻金丹之威 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意料 四魔破灭手 江碧兰神色肃然 再度运阵 那大阵之上的四尊魔王 顿时气焰滔天 锁定那龙闻金丹 齐齐伸手 一拳轰在上方 这是四魔破灭阵的最终奥义 哪怕如今发挥不完全 但是那四魔拳肩上 都震荡出来了无数的破灭之意 笼罩龙闻金丹 嗡嗡嗡嗡 饶视龙闻金丹逆天无比 在这破灭之手下 都剧烈颤抖 秦南的身上 也响彻起来了一道道的爆炸声响 肉身遭到了巨大冲击 短短片刻间 他的气息就迅速下降 脸色微白 嘴角露出了一缕鲜血 四魔皮灭手是吧 还想毁灭我龙闻金丹是吧 我看你们这是 在做梦 遭到重创的秦南 不仅没有被击退 反而神色更加疯狂 战意滚滚 龙闻金丹 太古金龙 随我战 伴随秦南一声长笑 那龙闻金丹上盘踞的金龙 猛然抬头 竟是伸出双爪 携带着滔天威压 抽击在了四魔破灭手上 这股意志 是属于秦南意志 他的意志与金丹共鸣 哪怕是金龙 也将化作战龙 一连窜的爆炸声迅速荡开 那龙闻金丹神威大战 竟是和那四魔破灭手 打得不分上下 这 尽管是胸有成竹的江碧兰 也被这一幕给震住了 四魔破灭阵 这等太古凶阵 竟然还无法将龙闻金丹镇压 这龙闻金丹 到底是何等恐怖 交十一 萧飞鹏 我赐你们二人振服 你们二人 进入其中 施展杀招 将他的金丹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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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兰立声喝道 他除了诸多算计 早就留了后手 好 交十一和萧飞鹏 齐齐点头 将碧兰屈指一弹 两道魔光在他们身上形成 他们二人当下不再停留 闯入大阵之中 内丹妙法 武魂镇压 两人同时发出爆赫 武魂与内丹 齐齐演化 朝着那龙闻金丹 狠狠镇压 砰砰砰 龙闻金丹 无法保持平局 节节败退 秦南身形也是一连窜乍响 被震得连连后退 口中吐出的鲜血 越来越多 秦南 动用令牌 妙妙公主历声喝道 如今这个事态 已经超出了想象 再不动用令牌 后果不堪设想 将碧兰撬脸一遍 动用什么令牌 难道秦南还有后手 就凭他们 也想让动用令牌 今日这一战 哪怕是你们三人 还是你们所有人一起来 我独自一人 必将你们战败 秦南发出了一声大吼 他浑身火焰 再度滚滚燃烧 火焰披风 卷天而起 战意澎湃 那龙闻金丹 光芒大作 金龙好像被激起怒火 愤怒异异常 爆发神威 竟是将那两大武魂 两大内丹 破灭四魔手之威 全部接下 这可是 江碧兰和焦十一 萧飞鹏 都是神色震撼 敢问天下英雄 哪一位武王 内丹之威 能有这等逆天 那四面八方的焦折 各大散修等人 同样也是如此 江碧兰很快恢复过来 思维迅速运转 龙闻金丹之威 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此时此刻 该不该动用最后杀招 秦南 今天是你必死之日 突然间 萧飞鹏一声大吼 大哥喜欢江碧兰 他作为三弟 接收到了大哥命令 自然前来 与秦南争锋 只是眼下的事态 已经超出了 萧飞鹏的想象 若放任秦南继续成长 恐怕他的大哥 都不将是秦南的对手 所以今日 哪怕是动用底派 也要让秦南死 本命骨符 萧飞鹏打出一枚骨符 符禄迅速燃烧 煞时之间 一道滔天威压 冲天起 怎么可能 所有人脸色无不动容 他们都感受到了这股威压 这不是五王威压 而是尊者威压 哼 只见一尊虚幻的身影 从那地面拔地而起 站立虚空 使得那方圆十里之内都陷入了一片黑暗 只剩下了这尊虚影 好像是天地唯一 是血城城主 江碧兰神色威喜 那四周之人 听得此言 都是神色骇然 是血城城主 这就是那位 最近晋升武尊的城主 准确地来说 这并不是弑血城城主本尊 而是一缕神念 萧飞鹏作为城主之子 为了以免遭到敌人暗杀 是血城城主 才会用一缕尊者之力 制成俘虏 让萧飞鹏随身携带 作为自身底牌 哼 就在这时 一变屠生 那三尊石像 忽然喷发神光 刺破黑暗 洞彻在了那 嗜血城城主的神念之上 不好 触发了魔丹尊者的禁止 萧飞鹏和江碧兰 都是神色微变 嗯 那天空中的高大身影 被这一击 轰杀的气息迅速消散 不及之前百分之一 这高大身影遭此重击 也是轻衣一生 带着好奇 死 高大身影迅速洞察局势 尚未停留丝毫 在三尊石像第二击射杀过来的同时 锁定秦南 屈指一点 刹那之间 天地色变 一股骇然意志 冲击而来 哪怕身影不足之前百分之一 但也恐怖万分 就算是一位武宗敬一重的强者在此 都要被这意志 直接冲杀 尊者意知 可是如此弱的意志 也想伤我 简直做梦 秦南毫不惧怕 反而隔着虚空 直接凝视 战神左童 洞察一切 龙闻金丹 以之为辅 眼化神童 拘杀一切 秦南左眼中 金光滔天 整颗龙闻金丹 也是爆发前所未有的威能 金光狂涌 竟是在那虚空中 逐渐勾勒出来了一只虚幻的巨大金谋 朝着虚空 直接看去 哄 那高大身影的轰击 瞬间溃散 嗯 那高大身影微微一愣 看了眼秦南 还未来得及有所动作 三尊十项爆发出来的静止 早已轰杀而来 将他的身影 荡灭成为虚无 此时此刻 江碧兰 萧飞鹏 焦十一 焦者等等天焦 无不彻底失神 尊者意志的轰杀 居然都被挡住了 虽然这道尊者意志 只是一缕尊者之力所化 还由于禁止的缘故 最后只打出来了百分之一力量 但这也是尊者意志啊 龙闻金丹 到底是何等逆天 破 就在这时 秦南忽儿阳天 吐出一道鲜血 气息再度掉落 刚才那一招 乃是龙闻金丹的最强杀招 是战神佐童 配合着其中意志爆发出来的一招 催动这招所需要的力量 太古巨大 加上秦南本来就负伤累累 如今负荷出招 自然是受伤惨重 快出手 江碧兰大喝道 去死 焦十一和肖飞鹏反应过来 带着无边争鸣 再度杀来 无论如何 绝不能让秦南活着离开 然而 就在这时 那四周震撼的修饰之中 焦折面前的赵芳 眼中突然喷出了一道金光 帅啊 帅炸了 不愧是他看中的男人 一颗逆天金丹 横扫天地 无人能敌 秦南 你这匹猎马 定然要归我了 如今他们这群无耻之人 都在围攻你 等下师兄就把你救走 赵芳黑黑一笑 只是救走之前 先让你服用一颗丹药 说话间 他手掌忠心 多出了一枚妖艺丹药 此丹便是他获得的禁丹 名为一生一世痴狂丹 一旦服用此丹 就会彻底沉沦 无可救药 一生一世 彻底爱上这颗丹药的主人 赵芳如今已经炼化这颗丹药 正好可以趁着秦南现在虚弱之际 使秦南服用下去 那样的话 哪怕秦南龙闻金丹逆天 也无力反抗这禁药之力 秦南 嘿嘿 赵芳仿佛画藏匿于黑暗 一双眼睛盯着那大阵之中 本章完 第368章 酝酿歹毒杀招 清心荡魔爵 秦南运转龙闻金丹 眼花大钟 直接将焦十一和肖飞鹏 都当作魔头 狠狠一敲 当得一声巨响 在他们两人脑海炸开 焦十一和肖飞鹏动作一僵 大脑内只剩下了无数道嗡嗡声 秦南趁着两人失神的刹那 当下身形一闪 犹如战神降临 火焰大拳化作漫天暴雨 落在了两人身上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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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窜的爆炸 让全场众人 无不道息口寒气 秦南不是受伤了吗 这是受伤能够打出来的 光是想想 这些拳头 若是全部落在他们身上 那后果将会何等凄惨 滚 秦南又是两拳 焦十一和肖飞鹏 都是惨叫一声 摔落在地 奄奄一息 毫无战力 此时他们两人 不仅浑身疼痛异常 身负重伤 眼神中还透露出来了浓浓的骇然 他们两人到底是在和怎样的一个怪物对战 就是现在 在那大阵之外的赵芳 神色无比兴奋 当下曲起手指 将那一生一世 狮狂担弹出 他身为端木峰大师兄 自然了得 早就看出 秦南此时战力虽强 但已经是强弩之末 完全是靠着龙闻金丹之力撑着 凭借现在 将此丹打入秦南的身上 定然无法反抗 除此之外 他还动用了一门古老武技 名为虚空弹指 此武技施展的时候 无声无息 只立在虚空之中 武皇强者之下 哪怕具备强大铜数 也很难察觉 他就用这门武技 弹出丹药 秦南定然无法察觉 秦南啊秦南 马上跟着师兄 过上快乐美满的幸福日子吧 赵方不禁幻想出来了幅画面 不禁咽了口口水 在大阵中 横扫掉了萧飞鹏二人 秦南当下抬头 左同金光大作 锁定四魔破灭阵 企图将这门阵法的漏洞 全部一一洞察 然而 就在这时 秦南左眼突然看见 在那虚空之中 泛起了一阵波动 一粒古怪妖异的丹药 正朝着他的身形 急速冲来 嗯 秦南神色一正 扫了眼人群 立刻就看到 赵方那满脸的怪笑 那笑容 令得秦南浑身上下的汗毛 齐齐炸开 根根倒树 这个赵方 定然使用什么阴谋诡计 秦南眼中喷火 如今他身灵大敌 这个赵方 身为端木风首席大师兄 竟然还来偷袭 简直无耻 既然是不好的丹药 那就送给他们两个 秦南迅速有了抉择 右手一甩 火焰滚滚 将那丹药卷入其中 他左手鼓刀 瞬间斩出 将这枚丹药 劈成两半 分别射向 萧飞鹏和焦十一 这一幕发生太快 哪怕是江碧兰 也不曾料到 不 赵方原本幻想 美好未来的笑容 看到这幕 瞬间一将 随即发出了到 淒厉的尖叫 只是他出生的太慢了 那分成两半的丹药 不愧是静药 射在两人身上的时候 就完全融入了进去 都无需吞服 哄 萧飞鹏和焦十一 两人的身上 都是光芒闪动 焦织出来了 无尽玄奥光芒 光芒只持续了 三个呼吸的时间 就迅速消失不见 原本奄奄一息的两人 像是重新注入了活力 双目睁开 气息攀升 全场众人 无不愕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楠难道救了这两个人 相公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 夫君 我好爱你 我好爱你 萧飞鹏和焦十一 都齐齐站起身来 他们两人的眼神 同时看向了赵芳 双目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带着无尽的爱意 下意识地朝着赵芳奔去 这一刻 众人全部猛了 哪怕是江碧兰也猛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两大天才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口出胡言 啊 是谁布置的阵法 给我撤掉 居然敢阻拦我和相公见面 找死 谁敢阻拦我见夫君 我就杀了谁 萧飞鹏和焦十一 都是勃然大怒 两人五魂同时生疼 吐出内丹 不断轰击着四魔破灭阵 壮弱疯狂 全场所有人 无不傻眼 尤其是赵芳 他脸上的笑容垮掉了 整个人也差点崩溃了 怎么和他预想的不一样 秦楠怎么发现 他的一生一世痴狂丹了 秦楠怎么就让这两个王八蛋 吃掉这颗丹药啊 看到这一幕 秦楠却不禁吸了口冷气 打了一个寒颤 哪怕是他面对 江碧兰的种种算计 都不曾惧怕过 但是这一次 却让他感受到了一股胆寒 若是这颗丹药 打入了他的身上 那将会变成什么样 秦楠 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歪门邪道 我也没料到 这四魔破灭阵 居然都无法将你的金丹破碎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与你堂堂正正一战 江碧兰开口喝道 明明清脆悦耳的声音 此刻竟是战意腾腾 他如今心中已经打定主意 必须要动用最后杀招 一直以来 在他看来 秦楠只是一个依靠着五元阁秘密成长起来的天骄 可是他错了 秦楠要比他想象中更加可怕 哪怕是他曾曾算计 都不曾击倒秦楠 他作为伤道蒙圣女 这还是头一次遇到 所以 他必须要秦楠死 话音落下 江碧兰束手一扬 那四魔荡灭阵 彻底消散 秦楠转过身来 眼神冰冷 看向江碧兰 大战一触即发 谁曾料到 那焦十一和萧飞鹏 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喜的大叫 相公 我好想你 夫君 我好爱你 焦十一和萧飞鹏的身形 快如闪电 齐齐扑向了赵芳 一左一右 将赵芳紧紧抱住 脸颊升起两团红韵 头埋在赵芳怀里 满脸娇羞 啊 赵芳发出了道惨叫 为什么会是这两个王八蛋 为什么不是秦楠 他的秦楠在哪里 全场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不禁齐齐恶寒 他们不知道 萧飞鹏和焦十一 到底是怎么了 可是当他们看到 两位原本杀气腾腾 天赋逼人的七尺男 如今却这般娘里娘气 只觉得那心中 好似有着无尽寒意 本章完 第369章 是新武魂 焦十一 修得胡来 焦折大声喝道 身形腾飞而起 左手探出 啊 赵芳这时再也受不了打击 身形直接窜出 逃之夭夭 他虽然 喜欢男人没有错 但他喜欢秦楠那样的男人 根本就不喜欢这两个家伙 相公别逃 夫君别丢下我 萧飞鹏和焦十一 早已沉迷 见其逃跑 迅速追上 一场四人追击之战 立刻展开 谁也不曾料到 原本杀气腾腾的现场 此时变得诡异无比 好像在那空中 都在飘荡着 令人尴尬的气息 求新手 江碧兰突然出手了 他的一只御手散发出来了圣洁的白光 动彻虚空 抓向秦楠的心脏 狠辣至极 江碧兰 让我来看看 你到底有多少实力 秦楠一双眼睛 战意猛烈燃烧 他没有丝毫迟疑 催动龙闻金丹 爆发无上神威 当头震下 要将江碧兰 一举镇压 这是因为 他多次被此女算计 导致多次吃亏 这次他倒要在武道修为上 与他一较高下 哄 江碧兰的球星御手 瞬间瓦解 迷人娇躯 颤抖连连 好像要被龙闻金丹震垮 秦楠 若你是全盛时期 我还惧怕你 但你如今已经是强弩之末 岂是我的对手 江碧兰神色不变 在他身上 护神光闪耀而起 除此之外 三剑王道之气 运转开来 竟是结成一座玄妙三才如山阵 具备强大的防御之力 将那龙闻金丹之威 硬生生承受下来 正如他所言 龙闻金丹之威 完全不比从前 求新手 他顾忌虫尸 再度一手抓住 被秦楠当场一拳轰破 只是刚刚轰破的瞬间 将碧兰冷笑一声 红唇张开 在那口中 竟是有一根银针 他张口一吐 银针如炸雷 骤然射出 不好 秦楠神色微变 浑身火焰涌动 将那银针 直接挡住 岂料到这银针针间 散发诡异绿光 竟是将那火焰 迅速熄灭下去 这并不是普通银针 而是一件王道暗器 蕴含剧毒 哪怕是火焰 也能毒住 无耻江碧兰 竟然还要偷袭 梁凯等五人 这时大吼一声 身形窜出 封锁武方 对江碧兰 要展开杀招 这次事变 他们见到秦楠身陷 伤害之中 早就想要帮忙 奈何无力能动 如今机会到来 他们岂会跟江碧兰 讲公平 直接联手杀掉便是 哼 就凭你们 也想联手伤我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我的五魂 江碧兰并未露出慌乱之色 反而鸣嘴一笑 好像这种种一切 依然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话音刚落 轰的一声巨响 八道清光 在他背后 闪耀起来 在那八道清光之中 一头身形 如星号星号星号声 尖角的古怪妖兽 盘踞其中 迸发开来了 无边恐怖威压 这一刹那 梁凯等五人脸上 还有全场散修 无不露出了 抹震撼之色 旋即八平五魂 江碧兰居然有着 旋即八平五魂 这意味着什么 哪怕放在 整个下域之中 都是最为顶尖的存在 屈之可数 众所周知 在苍蓝大陆之中 五魂等级 十分重要 尽管秦南在 青龙圣地弟子 选拔大赛上 打破唐青山的记录 力压群雄 但这也并不代表着 他的五魂等级 能够比过江碧兰 梁凯你们五人退下 我和江碧兰之间的恩怨 我与他独自了断 秦南神色平静道 旋即八平五魂 那又算什么 这 梁凯五人 神色都略微迟疑一下 却见得秦南满脸坚决 沉默不语 缓缓退下 你们五人 在这场大战之中 连一个小角色算不上 我和秦南这种级别的战斗 你们五人 自然是没有任何资格参与 江碧兰忽然开口 笑容迷人 但是他口中之语 却让梁凯五人 身形微微一颤 因为江碧兰的话 刺中了他们的心 就是这一刻 江碧兰见到五人这番模样 立刻运转五魂 从他眼睛之中 悄然闪过了一道悬光 紧接着那虚空之中 泛起了一道道无形波纹 传入五人心中 他这种能力 与赵方施展虚空弹指不同 是真正的无声无息 哪怕童树再过高明 也无法察觉 江碧兰 少给我废话 秦南大喝一声 浑身火焰 滚滚爆发 朝着江碧兰杀去 释放五魂后的江碧兰 战里没有任何变化 就好像五魂只是一个摆设 在秦南那 黄豹的肉身面前 依然是节节败退 伴随着一连窜的乍响 江碧兰的娇躯 不断颤抖 一张翘脸 开始苍白起来 在刚才这短短时间内 秦南的攻击 堪称狂风暴雨 如果不是他有着诸多法宝 恐怕早已身负重伤 四周散修 都是眉头一皱 这是怎么回事啊 释放了玄机八瓶武魂的江碧兰 居然如此弱小 按理来说 这种级别武魂的能力 非常可怕 根本不能按照常理衡量 秦南眉头也不可一茬的一皱 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古怪 我的龙温金丹 虽然逆天 到了这时 也快要撑不住了 需要迅速结束战斗 秦南眼睛一灵 无论这个江碧兰 有什么阴谋诡计 他都要准备避杀一击 让他彻底陨落 就在这时 梁凯武人突然开口喝道 秦南师兄 这个妖女有所图谋 我们五人前来助你 将他彻底斩杀 五道气息 齐齐涌动起来 从秦南背后冲来 嗯 秦南微微一愣 不是说 不要妨碍这场战斗吗 秦南 小心 这个时候 妙妙公主突然发现了什么 吏声喝倒 秦南脸色顺时间大变 左铜金光 扫了一眼江碧兰的武魂 不知为何 他脑海里突然跳出了 当初在龙虎山脉 四大家族中北柔的武魂 这个想法 令得他心中紧照大作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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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秦南反应彻底慢了一拍 还未让他彻底反应过来 五把利剑 携带着磅礴之威 剑气四射 狠狠插入了秦南的体内 将他那强悍肉身 直接洞传 你 秦南脸色一僵 脸色苍白 身形微颤 嘴角不断流出了烟红鲜血 他本来遭到一场大战 龙文金丹所具备的力量 远远不够 如今突然遭到梁凯等五人的偷袭 哪怕是他 也受到了巨大重创 哼 没想到吧 你的师兄弟 有朝一日 会背叛你 江碧兰诡异一笑 喝道 斩了他 扑吃 那五把长剑 齐齐抽出 带出一条鲜血 那长剑高高扬起 朝着秦南的头颅 狠狠斩来 本章完 第370章 秦南暴怒 原来 就在江碧兰释放武魂的时候 并没有将武魂能力 锁定秦南 而是锁定了梁凯武人 江碧兰故意说出那句嘲讽的话 先是将梁凯武人的心境打乱 打乱之后 他利用他的士心武魂能力 趁虚而入 你们武人不都是天才吗 秦南凭什么 凌驾在你们的头上 你们想必不知道 秦南之所以这么强大 就是因为他获得了五元格的秘密而已 如果你们获得了 你们定然比他的成就 还要强大 况且 秦南的武魂 才黄极食品武魂 一个黄极食品武魂的存在 居然都是你们的师兄 你们真的服气吗 你觉得 秦南看起过你们吗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 每次战斗 秦南都把你们忽略吗 他这样拉紧 居然还瞧不起你们 江碧兰的声音 透过虚空 没入武人脑海中 带着浓浓的蛊惑 他的武魂 名为是新武魂 这是其中的能力之一 能够看透人的善恶本质 趁虚而入 将人心中的种种恶念 无限地放大 名曰是新 果不其然 梁开武人的神色 都猙獰起来 对啊 秦南一个黄极食品武魂的存在 凭什么凌驾于他们的头顶上 他们才是天才 秦南只不过是有所奇遇罢了 他们应该要比秦南更为强大 秦南凭什么瞧不起他们 必须要杀了秦南 就是因此 梁开武人彻底被江碧兰蛊惑 成为傀儡 听令江碧兰的举动 趁着秦南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之下 对着秦南 挥出了五剑 只不过 他们五人 在拔出剑 朝着秦南头颅砍过去的时候 那空洞的铜人 恢复了一点神志 带着一丝惊恐 他们这是干了什么 他们居然对着自己的师兄挥剑 怎么会这样 不能对秦南挥剑 可是他们更加惊恐地发现 他们的身体 居然不受控制了 秦南师兄 五人都剧烈挣扎起来 在内心中不断咆哮 绝不能挥剑 绝不能杀死秦南师兄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间 秦南腾出手来 他的一只大手 带着滚滚火焰 将这五柄长剑 全部抓入手中 发出砰的炸响 是他的武魂 将梁开武人 蛊惑了 秦南看着他们五人的惊恐神色 瞬间明白过来 当下鼓起全身力量 发出一声爆喝 轻心荡魔绝 邪魔外道 统统消散 你们五人 速速醒来 在战斗之前 秦南早已是消耗巨大 如今又被五剑刺中 他的身躯 已经快到了极限 如今到了这个时候 他在运转全身力量 哪怕是那龙闻金丹 光芒也迅速暗淡下来 一口大钟 演化出来 朝着梁开武人 狠狠一敲 当 梁开武人的灵魂 仿佛都要被敲出来 那是新武魂带来的种种影响 瞬间不复存在 他们的神智 在经过那短暂的空白之后 也迅速醒悟过来 秦南师兄 梁开武人都是满脸苦涩 没 秦南强挤出了一个笑容 只是他的诗字还没有说出来 突然之间 一股磅礴剧力 毫不留情 轰击在了秦南的身上 使得秦南身上五个 常见刺出的血洞 发出一声剧烈爆炸 血洞扩大 飙出无数鲜血 哈哈 秦南 你还真是重情重义 到了这个时候 居然光顾着救你们的师兄弟 把我彻底遗忘了 江碧兰发出了一声大笑 秦南 秦南 任你龙闻金丹 逆天行 那又如何 到最后 还不是要被自己的师兄弟捅刀 还要因为你的师兄弟 被打成如此重伤 这次的战斗 是他江碧兰胜利了 秦南师兄 梁开等五人的脸色 骤然大变 眼前这一幕 让他们的心脏 好像被狠狠捅入了一刀 剧痛无比 秦南看不起他们 秦南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们居然会被那般可笑的语言给蛊惑 敢问这天地之间 有谁会像秦南一样 被他们捅伤五刀 毫无怨言 反而催动自己的最后一丝战力 将他们唤醒 如今 又因为他们 导致秦南的身躯 遭到雷霆重击 秦南 妙妙公主在人群中 看到这一幕 眼眶瞬间红了 这个傻子 怎么就这么傻 江碧兰 今天你若再赶伤秦南一根汗毛 我让你们伤道蒙 全部都来陪葬 妙妙公主这一刹那 神色冰冷 在她身上 发出了一股太古威严 那围攻她的十几位修士 都是神色一变 只感觉无穷的恐惧 不可遏制地从心中蔓延开来 是吗 那今天 我就将她 杀给你看 江碧兰不知为何 怒火更甚 眼神冰冷 当下酝酿最强杀招 准备将秦南彻底杀死 突然间 风静了 喧嚣声静了 所有的招式 全部都静了 全场所有人的呼吸 心跳 血液 都仿佛静了 在那虚空之中 一股无形的威压 开始蔓延开来 令他们心中焦躁 浑身难耐 这 江碧兰神色微僵 她背后的那是心武魂 开始狂吼起来 非常躁动 隐隐之间 好像有这种恐惧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的目光 下意识地落在了 秦南的身上 哄 一道惊人的爆炸声 在这岛屿上 响彻起来 整整十道清光 闪耀而起 每一道清光 都好像是一轮星辰 紧接着一尊高大的身影 拔地而起 站立在了那虚空 这身影 足足有着十几丈 它出现的刹那 仿佛将天空的光芒 都遮挡下来 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这 这是 江碧兰彻底梦了 全场所有人 眼神也彻底震住了 这 是武魂 这 十道悬光 旋即十平武魂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旋即十平武魂 江碧兰 那浑身血动 鲜血狂流 奄奄一息的秦南身上 爆发出来了一股惊天的意志 那是无边无尽的怒火 受死 本章完 第371章 胆大包天 战神之魂 不同于其他的武魂 每个武魂都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能力 就譬如江碧兰的是新武魂 能够吞噬心灵 让人恶念放大 控制别人 战神之魂除了能够升级之外 具体的能力 从未展现 正是因此 秦南的战斗之中 基本上都是以龙文金丹为主 从不打算依靠武魂 但在这一刹那 伴随着秦南怒火的爆发 战神之魂 自主释放 哄 从那战神之魂上 汹涌出来了股恐怖威压 宛如太古巨山 隔着虚空 朝着那是新武魂 狠狠镇压 啊 那如龟般的是新武魂 竟是发出到惨叫声 好像遇到了什么可怕的存在 气息迅速跌落 瑟瑟发抖 毫无刚才阴冷霸气的模样 你 江碧兰翘脸一白 武魂受到打击 她的本体也遭到冲击 最为关键的是 她刚才连对方的武魂 释放了什么力量 都没有感受到嘶吼 就好像这尊武魂 升腾而起 站在这里 一动不动 她的武魂就会遭到恐怖压制 我让你算解 秦南浑身是血 但她一身火焰 澎湃无比 当下跨越而来 一拳朝着江碧兰的脸上 狠狠砸来 不好 江碧兰神色一变 催动护神光 可在这战神之魂下 护神光的威力 竟然不足平常的十分之一 直接被一拳轰碎 她同仁狠狠一缩 那火焰包裹的拳头 在她眼中急速放大 直到砰的一声巨响 她只感觉眼睛 鼻子 嘴巴 脸颊 好像被一尊太古巨兽撞住 将她砸得大脑空白 那剧烈的疼痛 让她本能地发出一道惨叫 让你他妈算计 秦南大吼一声 在江碧兰身形被砸飞的一瞬间 她猛然出手 将她身形抓住 往后一扯 那火焰缠绕的大拳 再度朝着她的脸 狠狠砸下 碰 紧接着 又是一道淒厉惨叫 这两拳砸下去 将碧兰精致白皙的五官 已经血肉模糊一片 秦南看到她这副模样 没有丝毫怜香惜玉 反而心中的怒火 越来越上 自从上次五元阁之后 这个家伙给她打入了三黑印 在江皇城的时候 青龙圣地的时候 也被她算计 结果这次五宗秘境 她更是布下惊人大局 机关算尽 秦南本想堂堂正正一战 将她彻底击败 其料到江碧兰歹毒无比 竟然让她的师兄弟 全部蛊惑 对她动手 哪怕是被击败 秦南也毫无怨言 可此女处处 与她作对 还来这种阴险至极的招数 喜欢算计是吧 今天打不死你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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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南的身影 快速到了一个极致 拳头像是那狂风暴雨 连续不断地落在了江碧兰的脸上 一次次地轰击 几乎要将江碧兰的头颅 直接打爆 全场散修 如遭雷击 呆立当场 他们被这暴力的一幕 给彻底地震住 这一拳 是替我打的 碰 这一拳 是替在场所有人打的 碰 这一拳 是替我的师弟们打的 碰 秦南一拳又一拳 不断砸下 砸出了无数的血液 四处乱溅 此时此刻 江碧兰的脸 已经不能用凄惨来形容 而像是被一群太古妖兽 狠狠践踏过一样 你这种歹毒之人 天理难容 现在就送你去死 秦南心口的恶气 伴随着那一拳拳 发泄了不少 他当下毫不犹豫 左手抽出爆木骨刀 一刀朝着江碧兰的头颅 狠狠斩下 突然间 一变咒声 那江碧兰的体内 一股可怕的力量 突然爆发出来 将秦南的身形 当场震退 嗯 秦南眼神一领 他通过战神左瞳看到 在江碧兰的体内 似乎提前封印了某种力量 如今这股力量 正在迅速地觉醒 秦 秦 秦南 你 你 不得 不得 好死 江碧兰那被打成一条缝隙的眼神中 随着体内力量的觉醒 他好像恢复了不少 眼睛中露出了来了浓浓的怨毒 恨 恨哪 他堂堂圣语 身份尊贵 秦南这个蝼蚁 居然对他这般惹恋 爆 他左手一动 掏出了枚古老符禄 这符禄与萧飞棚的符禄 有些类似 但是这符禄之上 散发出来的可怕气息 要远远超越了萧飞棚 符禄即出 当下涌出了古古老的犀利 啊 怎么回事 靠 突然之间 一道道大叫声响起 原来是那些围攻妙妙公主的散修们 都是满脸惊恐 他们身上的力量 好像被什么东西 彻底吸走 在这惊恐中 他们同样发现 原来吸走他们修为之物 居然是将碧蓝之前赠给他们的那些传音令牌 哄 那传音令牌吸走的力量 全部都灌入了那浮禄之中 整个浮禄 当下爆发出来了滔天气息 无数的符文 蔓延开来 不断交织 使得那虚空之中 缓缓撕裂开来了一道裂缝 透露出了里面无穷的黑暗 和肖飞鹏一样 想要召唤强者 秦南当下冷笑起来 召唤强者是吧 难道你将碧蓝 就以为你 才能召唤强者 二话不说 秦南意念一动 将一道神念 打入了唐青山 交给他的令牌之中 如若公平对战 秦南绝不会劳烦唐青山 可是这将碧蓝 既然要请外援 那么他也就不再客气 让沙皇重现天日 顺便将这个伤道盟的强者 全部屠杀 师尊 救我 将碧蓝发出了一道七力尖叫 煞石之间 整座岛屿 天地色变 一尊伟岸的身影 从那虚空之中 跨越而来 这名身影 来是一名老者 眉毛如剑 鹰鼻倒沟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与之前嗜血成城主的气息不同 他的是一种霸气 就好像是一位大国帝皇降临 他只要到来 这万物一切 都变得无比渺小 要为之沉浮 碰 碰 碰 整座巨大的岛屿 一处处的土地 开始爆炸起来 火光冲天 那全场的散修们 则是脸色巨变 光是这股滔天的气息 就镇压的他们 无法喘过气来 甚至有不少的修士 都要跪下 哼 霸气老者到来 扫了一眼 看到那凄惨的江碧兰 语气极为不满 不过他大手一伸 隔空抓来 要将那江碧兰带走 师尊 杀了他 他是祸害 绝不能留下 江碧兰坚声叫道 嗯 霸气老者的眼神 落在秦南的身上 当他看到秦南背后 那立于天地的战神之魂 眼神中不禁闪过了一丝震惊 震惊 持续不到半个呼吸 涌出了无边杀机 难怪能将我徒弟落败 玄机十平五魂 这等天赋 日后必然是大敌 不能饶你 霸气老者杀气冲天 在那岛屿的四面八方 无数的海水都齐齐掀开 发出惊天动地的轰响 好像他的怒火 能够传遍天地 他之怒 代表天之怒 全场所有修士 心神俱阵 这可怕的怒火 几乎将他们的心神 全部震垮 区区尊者的一道神念 也还想要杀我 简直是痴心妄想 将碧兰 给我受死 谁也没料到 这一刹那 秦男浑身的战役 居然变得更加猛烈 他毫不客气 锁定虚空 指尖之上 绽放出来了一股恐怖的犀利 将他一身的火焰 龙闻金丹 一身的意志 全部聚集起来 最强杀招 聚天一击 哄 那指尖光点 瞬间喷射 本章完 第372章 摩丹尊者歹念 全场散修 在这霸气老者的威压之下 都是心神剧烈 差点崩溃 可他们何曾想到 饶势如此 却有一名男人 豁然站起 悍然一击 这是何等的勇气 这是何等的疯狂 找死 霸气老者 勃然大怒 区区蝼蚁 也胆敢冒犯 简直无法无天 他瞬间出手 演化出来了一尊 滔天大手 覆盖虚空 狠狠拍下 哪怕巨天一击 威力强悍 可是在这尊者神念的攻击之下 如同萤火和星辰之灰 差距远大 无法衡量 大胆 我看中的人 你也敢出手 突然之间 一道怒喝声 响彻起来 尊者之威 冲天起 这一刻 霸气老者愣住了 秦南却也愣住了 霸气老者是没有料到 在这个时候 居然会有尊者降临 秦南则是满脸疑惑 这个声音根本不是沙皇唐青山的声音 既然不是沙皇到来 那么 又是哪位尊者降临了 只见整座岛屿 轰隆俱颤 那土地之上 蔓延开来了无数的血色纹路 向前延伸 灌入那三尊石像内 三尊石像 光芒大作 融合一体 化成了一尊巨大石像 这尊石像 长达九丈 双目炯炯有神 生命气息 不断激荡 只见石像抬手一拳 隔空空去 那天地的虚空 顺时破灭 将那霸气老者的一掌 吞入虚空中 魔丹尊者 霸气老者脸色一惊 秦南也是心脏一抖 谁也没有料到 数百年前 为了躲过两大圣地追杀的魔丹尊者 会在这个时候 苏醒过来 也是因此 秦南的巨异天机 扶摇直上 朝着那江碧兰撞去 叫 江碧兰发出了一声惊恐惨叫 怎么会这样 怎么魔丹尊者会突然出事 明明他的师尊已经到来 现在他居然还要遭受攻击 哼 魔丹尊者 你如今尚未完全恢复 也敢在这里嚣张 霸气老者冷哼一声 伸手一抓 就将那巨天一击 狠狠抓入手中 哼 光点爆开 绽放出来了恐怖的威压 竟然是 将那霸气老者的手掌 震得微微一抖 这微微一抖 哪怕难以察觉 霸气老者的脸上 则是浮现出来了丝亥然 区区一位武王进巅峰的强者 竟然能够打出这种威力 绝不能留 死 霸气老者闪电般做出了决断 大吼一声 虚空爆炸 无数的虚空碎片 汹涌而来 凝聚成为了虚空黑洞 朝着秦南狠狠阵下 此子绝不能留 我没恢复又如何 你一尊神念 也想在这里猖狂 做梦 摩丹尊者的石像之身 发出一声大吼 从那喉咙之中 喷出了滔天魔光 将那虚空黑洞 瞬间重灭 那余下之危 毫不留情 轰击在了霸气老者的身上 霸气老者身形一颤 身上的光芒 暗淡了不少 他抓着的江碧兰 尽管在他的庇护下 挡住大半冲击 可是那余波之力 几乎瞬间 把他浑身的骨骼 全部震碎 发出了一声惨叫 尊者交战 哪怕霸气老者 和摩丹尊者 现在的实力 都不足尊者自身的百分之一 但是涉及到的种种力量 都是极为可怕 这个江碧兰 也是差点成为了 两人交战的炮灰 没用的东西 霸气老者 忍不住破口大骂 这个江碧兰挡在这里 完全妨碍了他的发挥 摩丹尊者 你修得跟我嚣张 今日只是我一道神殿降临 如今我的本尊 已经迅速赶来 届时 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 都给我受死 霸气老者大吼一声 当下二话不说 撕裂开一道虚空裂缝 跨入其中 准备离开 当年本尊纵横下狱 风光无限的时候 你看娘算个什么人物 现在被我打跑了 居然还敢威胁我 我看你是找死 摩丹尊者勃然大怒 张开血盆大口 再度喷出滔天魔光 打入那虚空裂缝中 哄 哄 哄 在那天穷方圆三十里之中 都响起了一连窜的惊天爆炸 那霸气老者 更是身负重伤 差点身形都被击溃 尽管他又急又怒 但也不敢再度开口挑衅 迅速离去 江碧兰 秦南一双眼睛喷火 这次算他走运 如若不是唐青山还未到来 岂能让他逃走 不过 眼下秦南已经传音过去 哪怕江碧兰现在逃走 等唐青山到来之后 一样可以杀入伤道盟总部 无论如何 绝不能放过江碧兰 秦南深吸了口气 强忍住了怒火 当下抬起手来 道 多谢前辈相救 此次颇为惊险 如若不是魔丹尊者率先出手 他恐怕还会遭到那霸气老者的打击 生死不明 全场散修 此时也从这场两大尊者对决的 旷世大战之中 逐渐回过神来 看着眼前的这尊恐怖石像 生出了无数畏惧 这可是魔丹尊者 数百年前 威名赫赫 最后被两大圣地追杀 还能不死的恐怖存在 谢我 小子 你既然要谢我 那就把你的肉身 给我交出来 魔丹尊者 忽然冷笑起来 只见到从他的身上 蔓延开来了无数的黑雾 朝着四周 翻滚而去 将那整座岛屿 全部覆盖 刹那之间 天昏地暗 魔气森森 隐隐有无数魔王咆哮 当初将碧兰触发封印 引动魔气 但与现在的魔气相比 完全是一个第一个天 不好 秦南脸色煞食一变 这次魔丹尊者 还未成功恢复 突然出手 帮他阻击霸气老者 根本就是为了他的肉身而来 秦南 走 妙妙公主这时一声大喝 半步武皇的修为 爆发而出 抓向秦南的肩膀 准备逃走 想走 魔丹尊者脸上的冷笑 越来越浓 他右脚朝着虚空一踏 一道道无形的虚空波纹 荡漾开来 冲击在了妙妙公主的身上 哄 妙妙公主脸色一白 身形瞬间击飞 气息跌落谷底 他毕竟修为才半步武皇 和眼前的魔丹尊者 差距实在是太大 哈哈 魔丹尊者看到这一幕 不禁狂笑起来 眼神之中 也透露出来了浓浓的激动 果然啊 果然上天待他不薄 玄疾十平五魂 还有着逆天龙温金蛋 这等天才 若是被他吞噬 他不仅可以重现昔日英姿 假以时日 还说不定能够冲击五圣之境 成为下狱至尊 本章完 第373章 威胁尊者 全场伞修都身心意寒 他们何曾料到 魔丹尊者的出现 竟然是要吞噬秦南 不过这也让他们松了口气 如果是吞噬秦南 那就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走 这些伞修 都是对视一眼 准备迅速离去 想走 其料到 魔丹尊者冷冰冰的眼神 突然看了过来 道 你们这群蝼蚁 都给我乖乖地站在这里 让我吞噬 否则的话 你们将生不如死 这些散修的脸色 瞬间大变 魔丹尊者 竟然要将他们全部吞噬 秦南师兄 你快逃 就在这时 梁凯武人突然发出了一声大贺 将秦南的身形挡在面前 神色坚定 他们刺伤秦南 还拖累了秦南 秦南也不曾一声怪罪 他们现在愿意牺牲自己 换秦南一语生机 秦南师兄是真正的天才 如若存活下去 日后在下狱之中定然光芒万丈 你们这群蝼蚁 魔丹尊者神色一怒 他堂堂尊者 纵横下遇无数年 什么时候区区一群武王进巅峰 都赶在他面前放肆 死 他当下伸出手指 就准备将这些人 全部杀死 住手 秦南发出了一声大贺 魔丹尊者的动作微微一僵 眼神看向了他 魔丹尊者 你要吞噬的人是我 与他们无关 放他们离开 秦南脸色冷漠 不 我知道你是想要得到我这副身体 所以你如果你放 那么不好意思 大不了自报 说话的同时 秦南神色变得猙獰起来 好像变成了一个疯子 秦南 秦南师兄 妙妙公主和梁凯等五人 神色一变 那群散羞 则是脸色一喜 这个秦南 人品不错呀 居然放走了他们 是吗 魔丹尊者不屑一笑 自报 想要自报 那得需要极大的勇气 才会这么做 因为每个舞者的修为 都是来之不易 不会轻易毁掉 尤其是秦南这种天才 他当下毫不犹豫 手掌之中 爆发出来了恐怖力量 即将拍下 秦南那颗龙纹金丹 剧烈震战起来 里面种种气息 开始迅速崩溃 他竟然是真的想要自报 你 魔丹尊者神色一变 连忙收手 咬牙道 算你狠 你们都给我滚 妙妙公主和梁凯等五人 神色极为难看 让他们走 秦南留下 他们怎么可能干得出来 这一般无耻无异之事 那群散修 却是如获大赦 连忙离开 看都未看秦南一眼 秦南看了一眼妙妙公主五人 嘴唇微动 对着妙妙公主 传了一道神念 妙妙公主眼睛一亮 当下开口道 梁凯你们跟我走 就凭这个魔丹尊者 他还伤不了秦南 梁凯五人 神色微微一愣 伤不了秦南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魔丹尊者 虽然不是全胜时期 但哪怕是武皇巅峰强者 都不是对手 妙妙公主自然不会解释那么多 当下五指一身 将梁凯五人全部抓住 强行带走 都未给后者任何反应时间 临走之际 妙妙公主还怜悯地看了一眼魔丹尊者 这个家伙 当初为了逃脱两大圣地的追杀 不惜自我封印 后来化身为武宗秘境 筹备百年 如今好不容易快要恢复 却遇到了秦南 什么眼神 魔丹尊者心里一睹 这个小女孩 居然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她 难道她认为 区区一个武王进巅峰 并且还毫无战力的秦南 她都无法对付 开什么玩笑 我记得那群人 曾经对你出手 杀死他们 你应该没有意见 魔丹尊者心中不爽 未等秦南回答 看着那群窜逃的散修 毫不客气 大手一伸 喷出了无数道的光芒 将那群散修的身形 当下洞穿 那些散修脸上的喜色一僵 不是让他们逃吗 只是他们 还未思索过来 身形就爆炸 成了一团血物 都被吸入魔丹尊者体内 魔丹尊者发出了一道满足的声音 一双瞳孔 微微泛红 盯向了秦南 呲牙一笑 哈哈 小子 能够成为本尊重新出世的肉身 也算是你的幸运了 现在本尊就让你 他的话还没说完 秦南忽而冷冷的 魔丹尊者 看在你刚才帮了我一次的份上 那么我就劝你 最好是不要对我的肉身 有任何的念头 否则的话 你这百年来的隐忍 所受尽的苦楚 都会毁于一旦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魔丹尊者待在了原地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家伙 不应该是被他吓住 开始求饶吗 为什么这个家伙 居然理直气壮 反过来威胁他 难道 魔丹尊者 想到了一个可能 像秦南这种逆天天才 定然是被两大圣地关注 有无数的强者 在盯着秦南的安危 秦南恐怕也是动用了某种手段 通知了圣地 魔丹尊者不屑一笑 你的那种小手段 难道以为我不知道 周天造化 天外化魔 无影无息 四方天机 给我遮掩 他屈指一弹 一道玄妙的光芒 冲天起 将整座岛屿都包裹其中 如果从外面来看 整座岛屿 就好像凭空消失一样 根本没有存在过 发觉不到丝毫的气息 现在 哪怕是两大圣地的封主 都无法发觉你 魔丹尊者 闪过了一丝绩效 还想让圣地中的强者来救你 简直是痴心妄想 魔丹尊者 秦南叹了口气 他知道魔丹尊者的想法 只是他很早就已经给唐青山传了消息 恐怕不需要多久 唐青山就会亲自降临 哪怕气息被遮掩 凭借唐青山的修为 发觉此地根本不在话下 正是因此 秦南才会对魔丹尊者 说出那番话来 现在秦南 想要对付的是江碧兰 他和魔丹尊者 无冤无仇 反而魔丹尊者还帮了他一把 所以他就希望 魔丹尊者最好不要做出傻事 我现在还对你说一次 你最好不要对我出手 因为等下要来的人 比你想象中 要恐怖得多 根本不是你 能够承受得住的 秦南深吸了口气 对着魔丹尊者正重道 你现在放我离去 我要继续追击那伤道蒙的人 关于你的事情 我定然不回透露丝毫 此话一出 魔丹尊者傻眼了 这个小子 没有吃错药吧 居然还在威胁自己 还要放他走 这一个区区五王镜 哪里来这么大的自信 这就好像是 一个蝼蚁 正插着腰 对着一尊巨人 开口说你最好小心点 我可不好欺负 哼 我倒还想见识见识 这下狱之中 除了两大圣主之外 还有什么恐怖的人 魔丹尊者冷哼一声 少给我废话 现在就练你肉身 给我吞噬 他当下大手伸出 从他手掌上 冒起了一朵朵的黑色火焰 这种黑色火焰 不是四魔破灭着那种火焰 而是一种灵魂魔火 专门用来焚烧灵魂 曾经魔丹尊者 之所以遭到两大圣地的追杀 就是因为他每次出手 都会将人的灵魂焚烧 根本不留任何生计 他当下大手一甩 两朵灵魂魔火 落在秦南身上 化作澎湃火焰 滚滚燃烧 本章完 第374章 沙皇降临 不好 秦南神色一变 这灵魂魔火 无智无形 哪怕是龙闻金丹之威 也更无法抵挡 啊 秦南脸色骤然一变 猙獰起来 发出了一声惨叫 这灵魂魔火 烧入了他灵魂之中 那种尖锐的疼痛 远远比心脏被人一刀刀削掉 还要来得痛苦 哈哈 让你小子威胁本尊 魔丹尊者 发出了一声大笑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不敢吭声了 先剥夺你的肉身 魔丹尊者宁笑一声 他现在是尊者修为 想要强行夺赦 自然修为不够 只能选择吞噬秦南的肉身 所谓吞噬 第一步剥夺肉身 第二步剥夺石海 第三步剥夺灵魂 就可以将秦南的意志 彻底扼杀 届时 他在动用魔弓 就可以将秦南种种一切 全部占据 无相术 魔丹尊者整幅十项身躯 蔓延开了一道道血色纹路 最后汇聚在双瞳之上 猛然喷发 射入秦南的体内 哄 秦南浑身的火焰瞬间湮灭 那满是血动的肉身 突然僵硬 好像失去了知觉 啊 秦南痛苦争鸣的脸色 直接僵住了 竟然动弹不得 那喉咙之中的惨痛声 竟然都只发出了一半 话而言之 他现在的肉身 与秦南毫无瓜葛 再剥夺你的石海 魔丹尊者脸上的凝笑 越来越大 一双眼睛中 再度喷出两道血光 射入秦南的石海之中 只见在秦南的石海内 一尊血色人影 缓缓浮现 赫然是魔丹尊者 靠 九百九十九章 还修炼了某种神石功法 魔丹尊者吓了一跳 他当初武王进巅峰的时候 都没有凝聚这么强悍的神石 嗯 这是什么 魔丹尊者突然看见 在那石海中央 还悬浮着一块铜镜 想必是一箭重宝 魔丹尊者发现这块铜镜 他居然都无法看透 当下神色一喜 这个秦南简直给了他太多的惊喜 不仅肉身强大 神石还如此强大 还具备重宝 我到时必然成为下狱之尊 不 我还要前往上狱 魔丹尊者激动起来 当下不再犹豫 大手一伸 捏成法绝 将锁神术施展开来 哗啦 无数的黑色铁链 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像是一条条虚无的大蛇 朝着那石海淹没下去 哄 突然之间 那石海中间的铜镜上 爆发出来了股恐怖的威压 那冷冰冰的女声 像是太古九天炸雷响起 好大的胆子 魔丹尊者脸色骤然大变 这股威压 竟然让他有了种心计的感觉 难道这铜镜 是某种质宝 这一瞬间 魔丹尊者 如灵大敌 然而过了数十个呼吸 那铜镜毫无反应 好像那远古的力量 正被某种力量 彻底挡住 居然无法发挥威力 魔丹尊者自然看出了这一幕 当下神情大喜 毫不犹豫 连忙催动锁神术 那无数的铁链 迅速蔓延 将整座石海 全部封锁 那古老铜镜 也封锁其中 没有任何反应 这也让魔丹尊者松了口气 这铜镜散发的气息 太过强大 哪怕是他 也无法看出丝毫奥妙 肉身 神石 都已经全部封锁 那么就来彻底摧毁灵魂 魔丹尊者看着此时的秦南 神色不禁露出了抹激动 这可是绝世天骄啊 这种天资宝物等等 全部都要属于他了 灵魂魔火 射炼久须 给我焚烧 魔丹尊者大吼一声 他整个身体 竟然如同火焰 滚滚焚烧起来 他数百年前 遭到两大尊者追杀 自己封印 如今虽然恢复不守 但想要施展这焚烧灵魂之术 还远远不够 所以他才需要燃烧生命之力 换取力量 哄 从魔丹尊者的石像身体上 涌起了一股磅礴的灵魂魔火 使刚开始那两朵火焰的数十倍 全部汹涌而出 将秦南的身体彻底包裹 只见从秦南体内 一道光幻如同虚影的秦南 缓缓从肉身中飘出 神色痛苦 这个秦南赫然就是秦南的灵魂 他的自身意志 摸 魔丹 尊者 最好 最好收手 否则 秦南在痛苦的同时 还断断续续发出了一道意念 妈的 到了这个时候 你居然还敢威胁我 给我焚烧 魔丹尊者勃然大怒 这个家伙 虽然天赋不错 但脑子简直有病 现在还敢威胁他 随着他的怒火 那滚滚魔火 更加剧烈地焚烧起来 秦南那光幻的身影 光芒变得越来越淡薄 好像随时随地 都会彻底消散 魔丹尊者见状又是一喜 忍不住狂笑起来 哈哈 秦南 你看见没 等你的灵魂被我焚烧完毕 那么你将不存在于这个世上 以后我将拥有你的天 突然间 他的笑声嘎然而止 脸上的表情 也是骤然一僵 呜呜呜呜 只见那岛屿的天空之上 突然狠狠震战起来 一种令人焦躁不安的无形威压 开始飘荡起来 秀 一道破空声 呼而炸开 一柄黑刀 仿佛跨越无尽虚空 突然出现在那岛屿上空 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杀气 就好像泄闸的洪水 冲涌天地 这是 魔丹尊者脸色一变 这柄黑刀 怎么这么熟悉 他好像在哪里见过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点想不起来 哄 岛屿上方的虚空 突然坍塌碎裂 在那裂缝之中 缓缓走出了一名老者 这名老者 将那破空的黑刀 缓缓握在手中 一双深邃的眼睛 俯视而下 直接落在了岛屿之上 这个家伙是谁 他居然看破了我的禁止 魔丹尊者的神色一白 他能够感觉得出来 这名老者的修为 非常恐怖 如今被他发现 恐怕大事不妙 给我焚烧 魔丹尊者瞬间疯狂起来 不论如何 先将秦南融合了再说 如果这个家伙 是两大圣地之一的强者 在发现秦南被融合之后 定然也不会对他出手 反而会念在他的天赋上 让他加入圣地 只要秦南死了 那么秦南就一文不值 更不会报仇 老者神色淡漠 并未上前阻止 只是淡淡说道 阁下是谁 在下 唐青山 哄 好像有一刀炸雷 在魔丹尊者脑袋炸开 动作多位之一讲 唐 唐青山 本章完 第375章 触犯禁忌 这一刹那 魔丹尊者终于醒悟过来 难怪这把黑刀如此熟悉 原来他是唐青山的刀 黑刀一出 方圆无理之内 不留活口 唐 唐青山 你 你居然没死 魔丹尊者回过神来 脸色巨变 瞳孔缩成了真状 连说话的声音 都带上了抹颤抖 他当年纵横下狱 在下狱之中 有着赫赫威名 但哪怕如此 他也不曾敌 一人光辉 这个人 就是唐青山 如果说两大圣地的风主降临 他根本不怕 但是唐青山的到来 却让他怕了 内心中的恐惧 就好像是潮水一样 不断涌出 这可是唐青山 下狱的传奇 哪怕是他巅峰之时 都是畏惧不已 从来不敢招惹 可是如今 唐青山居然还活着 活着也就罢了 居然还亲自降临了 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为了这个秦男 这个秦男 到底有着什么资格 竟然让唐青山未知现实 我记起你来了 你好像就是当时 请我喝酒的人 叫摩丹 是吧 唐青山面无表情 道 既然相识 那就不多言 两个选择 一 终生为仆 二 死 碰 摩丹尊者的心脏 犹如遭受重击 令他都快要窒息 终生为仆 他堂堂尊者 这怎么可能 至于死 他更不愿意死 可是摩丹尊者却无比清楚 唐青山只要说了出来 那么他就一定能做到 突然之间 摩丹尊者忽而想到了秦男之前说的话 只感觉整张脸火辣辣的疼 当时秦男认真无比地劝过他 结果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可是如今 摩丹尊者却后悔了 后悔死了 早知唐青山会来 他打死也不敢招惹秦男 能 能不能 再上 摩丹尊者强忍住心中源源不断的恐惧 结结巴巴说道 毫无一代尊者风范 唐青山没有说话 只是他的眼睛 微微一灵 这个细小的动作 落在摩丹尊者的眼里 却是让摩丹尊者 心中 炸开无数雷霆 糟了 唐青山要出手 就在这时 一变突生 那岛屿上方的虚空 忽而破裂开来 三尊身影 齐齐从中跨出 赫然是端木封主 张封主 罗封主 他们三人接到唐青山的传音 立刻降临分身 如今刚好赶到 什么 摩丹尊者头皮一炸 这几个面孔 他无比熟悉 在当初下狱之中 眼前这四个人 还加上他 曾经掀起了一阵阵的风暴 创造了一波波的奇迹 可是因为当年那件事之后 唐青山遭到两大圣地围攻 这三人也分道扬镳 极少出面 为何如今 他们四人 居然同时现身 难道 他们是为了秦南 摩丹 端木封主三人 瞬间认出了摩丹尊者 没想到这个家伙 居然还活到了现在 死 唐青山毫不废话 四字一出 那天地之间 便被无边杀气冲斥 住手 摩丹尊者在这死亡之际 他催动着灵魂魔火 滚滚燃烧 将秦南的灵魂 几乎烧成了透明的存在 随而 他也发出了怒吼 都给我住手 你们要是敢出手 那么我就将他的灵魂 彻底杀死 大不了同归于尽 嗯 唐青山脚步一停 端木封主三人的眼神 也是齐其一利 杀 杀皇 还有端木封你们三位 摩丹尊者 狠狠咽了口口水 咬牙道 我不知道 这个小子 居然和你们有着这么深的关联 这一次是我错了 可不可以 饶我一命 我就放过他 如何 饶你一命 唐青山面无表情道 做梦 嗖 话音刚落 唐青山的身影 竟是横渡虚空 降临在了摩丹尊者的头顶上 摩丹尊者 头皮瞬间炸开 一阵发麻 当下大吼道 唐青山 你想杀我 那我就让他 跟我一起陪葬 说话同时 他催动着那灵魂魔火 朝着秦南 狠狠焚烧 救人 端木风主三人 早就暗自酝酿神功 看到这一幕 当下准备施展虚空挪移 将秦南的身形 彻底挪开 毕竟摩丹尊者还未恢复修为 在他们四位面前 想要刹那间 杀死秦南 那根本不可能 唐青山手中的黑刀 也不带丝毫留情 展向摩丹尊者头颅 然而 就在这一刹那 被那灵魂魔火 不断焚烧的秦南灵魂 仿佛即将要溃散的 一刹那间 在那灵魂深处内 好像隐藏了一股 太古的力量 正在蠢蠢欲动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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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岛屿的无尽虚空之上 突然响起了一道道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无数的虚空 瞬间踏踏 风雷火电种种力量 在那虚空中 恐怖肆虐 这一刹那 唐青山第一次变了脸色 端木风主三人也变了脸色 那摩丹尊者的疯狂脸色 也彻底为之僵主 因为他们在这一刻 感受到了一种真正恐怖的力量 好像是超越了尊者 超越了一切 触犯禁忌 罪该万死 一道冷冰冰的太古之鹰 在那虚空炸开 一尊庞然大雾 缓缓浮现出来 但是他浑身上下 都被无形的力量包裹 令人无法看透 他的具体本尊 这是 唐青山和端木风主众人的神色 无不大变 至于那摩丹尊者 彻底猛了 触犯禁忌 怎么触犯禁忌了 难道眼前的秦南 就是禁忌 还未等四人从那震撼之中 恢复过来 就在这一刻 那方圆百里的虚空突然破碎 在那虚空之中 一尊古老伟岸的身影 战立而起 威压恐怖 大胆 一声大喝 仿佛天地坍塌 来人 竟是青龙圣主 本章完 第376章 鬼丹大典 师尊 圣主 端木风主三人 都是神色微变 哪怕是唐青山 也正在原地 这是怎么回事 师尊竟然亲自降临 要知道 他们与青龙圣主 接触的时间 最为长久 自然也最了解 在他们的记忆当中 青龙圣主亲自出面 这是何等之难 哪怕是当初 两大圣地弟子 选拔大赛上 也是因为飞扬圣主到来 青龙圣主这才出现 更不用说 此次事情 只是因为 秦南遭遇了危险 还有个关键的地方 那天空之中 漂浮着的庞然大雾 到底是什么 它为何会出现 它口中的禁忌 又是什么 无数的疑问 好像是电光一样 在他们四人的脑海中闪过 直到最后 他们只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秦南恐怕要比他们想象之中 更加神秘 只有摩丹尊者 整个彻底傻眼了 他纵横下遇几百年的见识 在这个时候 都不够用了 秦南是一尊绝世天骄 没有错 沙皇他们四人降临 都已经让他极为震撼 如今居然还引出了一个 无比神秘的存在 以及青龙圣主 这特么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青龙圣主 还有那神秘存在 极为恐怖 只因为秦南受到了一点威胁 这些恐怖的巨头们 就全部降临了 死 青龙圣主目光看向摩丹尊者 口中一声大喝 突然之间 摩丹尊者的脸色勃然大变 他的石像之躯 竟然开始迅速湮灭起来 就好像是被某种古老的力量 直接捏爆 言出法随 圣者之威 圣主大人饶命啊 我愿意做仆人 摩丹尊者私生叫道 他曾经面对两大圣地的强者追杀 后来自己封印百年 化作武宗秘境 布下大局 如今好不容易 就要重修肉身 他自然是不甘心 就这样死了 现在什么尊严 全都是狗屁 他百年来的求生渴望 绝不能这般浪费 哪怕为仆 你还没有资格做他仆人 不过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自己化作鬼丹大典 辅助秦南 青龙圣主面无表情道 摩丹尊者身上的湮灭之事 也停留下来 什么 让我变成鬼丹大典 辅助他 摩丹尊者脸色巨变 这鬼丹大典 乃是摩丹尊者幼年的奇遇 一本古老的丹道经书 十分厉害 摩丹尊者就是靠着这门经书 练出了无数的丹药 只是因为练丹手法 极为古怪 别人就称他为摩丹 如今摩丹尊者 肉身不存 只剩尊者之力在世 自然可以和鬼丹大典合二为一 让鬼丹大典不再是本经书 反而变化成 一座没有级别的重宝 如果成为青龙圣地的仆人 他有朝一日 修得五圣 还可以洗刷仆人身份 可要是 让他与鬼丹大典 融为一体 今生今世 定然希望渺茫 就连端木丰主几人 都觉得青龙圣主这个要求 太过严厉了 毕竟摩丹尊者 修得尊者之位 乃下狱巨头 若是招为仆人 已经极为难得 若是让他来彻底牺牲自己 成就秦南 那根本不可能 辅助于他 乃你荣幸 竟然还在这里思索 你今日犯下大错 五等代表苍生 将你镇压 就在这时 那苍穹之上 模糊的庞然大物之中 冷冰冰的声音 再度响起 哄 一道太古之力 突然坠落下来 宛如流星 轰击在了摩丹尊者的身上 你 摩丹尊者的脸色 勃然大变 他还只来得及 说出一个字 他的身躯 竟然自主收缩起来 就好像 是被两尊巨手握住 朝着中间狠狠挤压 不到半个呼吸间 他便被挤压成了一本经书 这本经书 通体古石 上面刻画着无数文录 其中 还隐隐散发出来了 一股尊者之力 这 唐青山 端木丰主四人 都被彻底下住了 尽管摩丹尊者 现在不是尊者 但一身修为 还是无比强悍 他竟然在这神秘古老的存在 都无法反抗 被强行与鬼丹大典合二为一 这种手段 哪怕是五圣 也不可能做到吧 荣 经书凝聚 青龙圣主屈指一谈 使得那鬼丹大典 腾飞而去 闯入了秦南的体内 哄 秦南的灵魂 瞬间归位 他那石海 肉身的封印 也蹭蹭解开 除此之外 那鬼丹大典融入之后 还散发出来了股磅礴力量 修复他的全身伤势 只不过 秦南如今陷入昏迷 根本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 青龙圣地凝视了半想 便准备迈步离去 岂知道这时 那天空上的神秘庞然大雾 突然开口道 青龙道友 区区武圣 就能看破我等存在 你到底是何等身份 唐青山 端木丰主等人 身心一颤 这句话 包含了另一层的深意 青龙圣主叹息一声 道 我的身份 你们不必乱猜 对你们不好 另外 你们最好不要再出事 毕竟你们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人盯着 说完之后 青龙圣主头也不回 踏入虚空裂缝中 只是当虚空裂缝完全合上的时候 他的声音又缓缓响起 青山 你好好努力 我不怪你 唐青山身形一颤 与此同时 那苍穹之上 那所谓的神秘庞然大物 其实就是五元阁 五元阁第五层之中 那第一关 第二关 第三关 第四关的考核关 还有那神秘青年 脸上都露出了浓浓的震撼 他们此次出手 完全是因为 他们不想擒男的秘密 暴露出来 所以才亲自出手 可是何曾料到 区区一尊五圣 居然还看破了他们的身份 除此之外 这位五圣 似乎知道这个大陆的秘密 区区五圣 怎么可能 他 到底是谁 那青年深吸了口气 这恐怕是下狱之中 头一次有人看破了他们的身份 本章完 第三百七十七章 六文原因 苍穹之上的庞然大物 在青龙圣主离开之后 并未逗留太久 迅速消散于天穹之间 使得整座岛屿的上方 恢复了一片宁静 这次事情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端木封主率先开口 打破寂静 师尊他们的想法 我们无需过多猜测 张封主缓缓道 我们只需要知道 到时候那死亡之海 再度开启的时候 它是我们的希望 三哥这句话 我赞同 罗峰主道 唐青山沉默不语 端木封主大笑一声 道 三弟说得对 不过死亡之海开启的时候 想必距离上与东周的那两个宗门到来的时间 也不远了吧 希望死亡之海 平静度过 秦南代表我们青龙圣地 进入那两大宗门内 嗯 张峰主 罗峰主 都点点头 看了眼唐青山 发现他的沉默之后 没有搭话 一起沉默了下去 目光转落在了秦南身上 此次获得鬼丹大典 秦南一身修为 又将达到什么地步 此时此刻 在秦南的十海之中 一片漆黑 主要是因为 魔丹尊者用灵魂魔火 炼化他的灵魂 导致他受到了不少伤害 哪怕有着鬼丹大典 正在修复他的全身 也过去了足足十二个时辰 他的意识 才从那潮水般的黑暗之中 缓缓苏醒 我这是 秦南眼神迷茫 秦南 魔丹尊者 毕生成就 都靠那鬼丹大典 如今魔丹尊者陨落 自身尊者之力 都融入鬼丹大典中 使之蜕变 成为一箭一宝 你好好炼化 将会带来无数的好处 这时候 唐青山的声音 响彻在他脑海 前辈 秦南精神一阵 睁眼朝着天空看去 发现不止是唐青山 端木丰主三人也在 他连忙想要行礼 石海内却传来了一阵燥热 端木丰主等人立刻察觉 含笑摇了摇头 秦南连忙收敛意志 探入石海中 只见石海毫无变化 只不过在那边缘之处 正悬浮着一本古老石经 这就是鬼丹大典 秦南呼吸一致 他虽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但是从唐青山的话 他已经知道了这鬼丹大典的价值 让他有些疑惑的是 为什么这鬼丹大典 悬浮着边缘之处 难道是在怕他 秦南微微一愣 顿时觉得 那神秘无比的铜镜 就好像是一尊王者 不允许自己的领地 有任何侵犯 哪怕是鬼丹大典这等一宝 也只能靠边站着 这块铜镜 秦南不禁高看一分 没有多想 目光很快聚集在了鬼丹大典上 正本石经 看上去无比厚重 其实才区区十页 只是每一页都宽厚无比 仿佛承载了太多的玄傲 我知意志 将其炼化 秦南一声大喝 体内龙闻金丹 嗡嗡作响 在那十海中 竟是演化出来了一滴血液 融入其中 如果说修士起初 炼化法宝 需要滴血 等到了一定境界之后 则是需要将自己的种种意志 演化成血液 滴入法宝 这样 就可以让这件法宝 瞬间与自身 合二为一 不分彼此 哼 鬼丹大典被炼化的刹那 所有气息 与秦南融为一体 紧接着一种神秘无比的力量 从其中爆发 竟是跨越阻碍 涌入龙闻金丹内 这是摩丹尊者的气息 不 准确地来说 这是摩丹尊者最为精纯的力量 秦南眼神一热 摩丹尊者 尊者修为 哪怕不如从前 他的精纯之力 不仅涉及到了尊者那个层次的玄傲 更是蕴含磅磅磅能量 这一刹那间 龙闻金丹的气息 节节攀升 里面所蕴含的种种意志 全部进击 碰 只见秦南体内裂阳金甲体爵 自我运转 燃起了滚滚火焰 只是这火焰不同以往 竟是金色火焰 威力逼人 除此之外 在它背后 还卷起一道金色火焰披风 长达十丈 无风飞舞 这仅仅不只是 猎羊金甲体爵的威力变化 还生出了种火焰威势 一举一动 都宛如太古火神 为之震动 当 这时一声巨响 秦南头顶之上 一口密布无数妖兽的 铜钟虚影 彻底演化实质 敲出一声巨响 不仅响彻虚空 还打入心灵 这时候的清新荡魔爵 非比寻常 已经蕴含了强大杀伤力 一钟敲响 送人黄泉 自我刀意 秦南口吐炸雷 他明明没有下达任何命令 那七宗罪 竟是主动从储物袋中飞出 悬浮虚空 每把刀都吞吐了惊人刀意 仿佛具备灵性 战神佐童 秦南低贺一声 龙闻金丹 乃是他自身最强杀招 通过龙闻金丹 运转烈焰金甲体爵 轻心荡魔爵 刀意等等 都能威力无穷 尤其是自身 一丹破万法 然而 秦南浑身上下 最为强大之处 乃战神佐童 只有将战神佐童 和龙闻金丹配合一起 才能激发最大威力 哪怕是巨天一击 也根本无法与之比拟 哄 战神佐童中 金光不存 竟是炸出一道紫色电芒 紧接着这紫色电芒 剧烈扩散 直到有了足足三十三道 才彻底停止下来 使得那佐童 犹如一枚电筒 紫光炸动 相比之前 更具神威 嗯 秦南突然发现 战神佐童窥探能力 不仅变得强大 似乎还具备了一点点雷电力量 只是这雷电力量 太过弱小 暂时还无法察觉 看来这次晋级 战神佐童的新能力 已经出路端倪 最后就是 龙闻金丹 秦南深吸了口气 九条金纹 视为至尊 龙闻金丹 视为逆天 这次借助鬼丹大典 龙闻金丹 是直接晋级成为武宗强者 还是变化成为某种存在 碰 碰 碰 各大功法晋级 龙闻金丹这才发出一连串的爆炸 彻底平静下来 只是他金丹原状 已经不复存在 而是缓缓蜕变 从那丹中伸出双手 双脚 不断拉长 五官浮现 身体勾勒 盘膝而坐 与秦南模样 毫无区别 这龙闻金丹 赫然变成了原因 所谓原因 乃是人之形状 人乃天地造化 万物之灵 而之前的那丹 仅仅只是 一颗各大功法 自身意志等等 凝聚之物 堪称死物 如今退死成活 化作小人形状 哪怕不具智慧 也具备了灵性 也是因此 武宗敬强者 名称由此得来 武宗武宗 武道宗师 这指的就是 内丹化灵 各大功法 意志等等 都演练圆满 具备灵性 不缺嘶吼 秦南当初获得的 猎阳金甲体诀 清心荡魔诀 都只是残缺之物 如今自我推演 已经达到巅峰 然而 原因形成之后 蛻变还没结束 那原因之上 一道道的金色龙纹 缓缓从内部汹涌而起 围绕着小人全身 覆盖缠绕 足足缠绕了六道 才堪堪停止 六龙金文原因 秦南微微一惊 就在这时 他一身气息 开始迅速攀升 尽管只是武王境巅峰 但是他与那武宗境六重的气息 毫无差别 昔日六道金文内丹 气息只堪比武王境三重 如今六龙金文内丹 却与武宗境的修为境界 恰恰持平 与此同时 岛屿之上 三大风主和唐青山 都齐齐神色一惊 睁开双眼 连忙看去 这 这一看之下 四人都是心神一阵 如此气息 莫非秦南的原因 是六文原因 难道记内丹之后 秦南将要凝聚逆天原因 他将走上了一条 完全不同的道路 唐青山沉默良久 缓缓说道 他自身最为清楚 秦南现在的状态 因为他 修炼了沙黄金 自身内丹 原因种种 早已不同 晋升成功了 秦南完全不知外面的反应 反而心中 浮现出了思喜意 这次融入鬼丹大典 他收获最为巨大 突然间 那鬼丹大典一颤 从那鬼丹大典之上 漂浮出来了无数的光滑 撞入秦南的石海深处 一股剧烈无比的疼痛 瞬间在秦南脑海爆开 这 这是 本章完 第378章 毕生惊艳 无数的记忆碎片 交织出来了一个梦幻空间 秦南置身其中 他就好像成为了记忆之中的主人 正在经历着里面的种种一切 原来这鬼丹大典 融合魔丹尊者的灵魂之后 除了自身所有的炼丹奥妙之外 还有这魔丹尊者这数百年来 炼丹的种种经验 都在其中 鬼丹 诡异炼丹 何为诡异 简单妙法 发挥极致 炼丹若有9981门 那自己的炼丹之法 将是那第82门 秦南非常清楚 这所有的经验 将是他此次最大的收获 他根本不敢懈怠 意识高度集中 沉入里面 这时岛屿之上 哼 我们青龙圣地 这恐怕要出现 一位月级炼丹师 端木风主见此一幕 便知道了里面的奥妙变化 忍不住神色大月 在苍蓝大陆之中 炼丹虽未没留 不敌五道 但若达到一定境界 那么就会极受欢迎 就譬如当年的魔丹尊者 别人提起他来 恶性第一 炼丹第二 五道修为 反而还是醉末 只不过炼丹意图 晋级极为缓慢 想要有所成就 如同登天 往往大多数的舞者 还未抵达高深境界 寿元到头 只能化成一泼黄土 像秦南这样 吸取了魔丹尊者 必生炼丹经验 只要稍微花费时间 就能有所成就 靠 我走了 罗风主 郁风主郁闷不已 不再停留 撕裂 虚空离去 大哥 二哥 这个月来 我没有什么事情 你们就先离去吧 张风主 含笑道 秦南给我发送传音令牌的时候 恐怕并不是魔丹尊者的事情 待会他提起来 你再跟他细说 唐青山丢下一句话 身形消失不见 我去封锁消息 端木风主身形一闪 秦南啊秦南 真期待 你能成长到什么样子 张风主喃喃自语 身上散发出来了一股强大气息 将整座岛屿 全部封锁 这次啊 陷入了死寂之中 与此同时 因为端木风主的干涉 大部分的真实消息 都被封锁起来 从而导致大部分人只知道 因为一变 五宗秘境将永远不复存在 洪峰帝国 自然有无数的人叹息不已 至于两大圣地那边 则同时揭没下来 此次带头前来的两位使者 都不再多言 只字不提这次的五宗秘境 妙妙公主等人 在靠海城接到消息之后 得知秦南的安全 就重返圣地 并未停留 商道盟那边 则出其的安静 没有任何异常 唯独嗜血城里面 嗜血城城主派人 查找萧飞鹏的消息 后来得知萧飞鹏 爱上一个男人之后 勃然大怒 大肆杀人 嗜血城门口血流成河 娇者得知 弟弟身中剧毒 不知是悲是喜 娇十一爱江碧兰痴狂 如今又为一个男人痴狂 随后他只能叹息一声 前去寻找解药 当然了 最苦的是大师兄赵芳 下狱依然是下狱 这次的事情没有引起任何的波澜 同样也有无数的天才 正在不断磨利自己 获得奇遇 也有无数的天才强者 正不断陨落 黯然消失 时间匆匆 一个月后 茫茫大海 岛屿之上 秦男的身影宛如石像 毫无生机 除了偶尔起伏的呼吸 恐怕与死人没有任何区别 刷 秦男的双目骤然睁开 在那眸中毫无金光 反而复杂沧桑 没想到 没想到 丹道意图 如此盛大 远远超出了我的意料 尽管摩丹尊者 曾经想要谋害于我 但如今 我得到他的宝贵经验 我也是欠他的 若有朝一日 鬼丹大典 愿你自生灵智 重新化人 秦男感慨一生 在他的认知当中 武力当先 战自第一 接触过的丹药 也只有什么武宗丹 武皇丹这种丹药 如今得到摩丹尊者的记忆 这才得知 丹道的世界 要比他想象中 更为宏大绚丽 只是在这下狱之中 并不常见 秦男 你醒了 张丰主微笑道 气息平和 张丰主 让你等了这么久 实在是抱歉 秦男连忙拱手 堂堂丰主 屈尊守候他 足足一个多月 这是一份很重的情谊 能够见证一位 丹道大师的崛起 我也心甘情愿 张丰主轻笑道 二哥临走之前 曾说 你恐怕有事找他 只是他时间紧促 不能久留 就托我来问你 我要杀江碧兰 秦男毫不隐瞒 哪怕这场武宗秘境 最后的结果 是他获得了最大的好处 但他对江碧兰的杀意 没有丝毫的减少 如若不除江碧兰 他定然心中不快 此事暂时恐怕不行 张丰主神色凝重起来 道 不瞒你说 伤道盟在下狱之中 尽管没有圣主 也有半圣存在 哪怕是二哥与我们三人联手 还有点难度 除此之外 还有个很关键的问题 当初死亡之海发生的事情 经过这百年寻思 恐怕当年不是意外 而是一个巨大阴谋 伤道盟参与了其中 秦男敏锐察觉到了一丝 对 只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 张丰主深吸了口气 道 不过我相信 这次的死亡之海 因为你的出现 当初的阴谋 会彻底暴露出来 所以我们不打算动伤道盟 至少要等到死亡之海来临 听到这句话 秦男点了点头 伤道盟乃是尚狱之中的势力 实力庞大 他想要杀皇前辈等人的势力 对付伤道盟 本来就过分了 所以他心中 没有任何怨言 反而还有一丝愧疚 似乎他神妖事情 都还没做 都是沙皇前辈等人在帮助他 你不要多想 你答应我们 前去死亡之海 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希望 是我们欠你的 张丰主仿佛看出秦男心中所想 但笑道 虽然现在不能动伤道盟 但你若要对付江碧兰 那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能公平杀掉江碧兰 哪怕是伤道盟半胜降临 那也必定负面 说到最后 那张丰主儒雅的脸上 竟是燃起一丝霸气 谢过前辈 秦男郑重道 眼神之中 更是闪过一丝寒光 江碧兰 你最好不要让我碰到 本章完 第379章 单到万千 秦男没有逗留多久 迅速返回了青龙圣地 因为此次武宗秘境 发生异变的缘故 导致这次的荣誉任务取消 他的那十块原石没有赚到 他自身才两块原石 只是 他今天运气不错 在去任务店的时候 兑换了三块 身上总共有五块原石 先服用看看 秦男盘坐在大殿院落内 如今与当初不同 事隔一个多月 青龙圣地的各大使者 护法等等 已经坦然接受了他的到来 不再像当初一样 想尽办法 也要看他一眼 秦男收敛了心神 掏出五枚原石 立刻服下 这原石 本是蕴含天地之力的奇物 对于修士有着巨大弊异 只是秦男不能修炼 他刚刚吞服 战神之魂就散发无形犀利 将之吞走 嗡 战神之魂微微一颤 仿佛情绪高昂 这原石果然有用 秦男心中一喜 既然知道了这原石有用 那么就想办法 多去弄点原石 秦男迅速下定决心 这次与江碧兰的对战 尽管战神之魂没有具体能力 但他能够对比他地级的武魂 产生一种无形压制 导致对方的武魂 失去效果 若是战神之魂 晋升地级 那么下狱之中的诸多天才 想要以武魂取胜 那都会被他强行压制 这个作用 对目前的秦男来说 极为重要 因为六龙经文原因 哪怕逆天 也无法对武魂产生任何效用 看看有没有荣誉任务 秦男掏出了青龙玉剑 浏览一番 不禁颇为失望 没有任何荣誉任务 除此之外 也没有其他任务 能够大规模地赚取贡献点 嗯 秦男突然目光一动 看到了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 与其他的任务不同 而是永久任务 就是指任务永远不会取消 可以无限次接取 炼制月集清光丹 雪月丹等等 都可以前往任务殿 兑换原石 比例一比一 秦男看到这条消息 呼吸瞬间急促起来 比例一比一 那也就是说 他要是炼出了一千颗清光丹 就可以兑换一千颗原石 并不像是用贡献点兑换 有着每天三颗的限制 不过 这月集丹药 可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炼制 秦男深吸了口气 神色凝重 在下狱之中 炼丹师分为了星 月 日三大等级 每个等级划分食品 如果说下狱有着三千位炼丹师 那么能够达到月集一品的炼丹师 仅仅只有几十位 超越月集 达到日集的炼丹师 更是凤毛麟角 昔日的摩丹尊者 几百年时光 也仅仅只达到了月集食品的地步 炼丹意图 近级缓慢 但如今 我有摩丹尊者的记忆 想必可以迅速成长 秦男很快坚定下来 立刻打开青龙御检 开始查询炼丹事宜 在青龙圣地内 第一封乃端木封 主修道心 第二封乃是草木封 专门用于炼丹 根据青龙御检的介绍 草木封封主 不仅是为武尊 更是一位日集三品的炼丹大师 法号草木 曾在百年前 不用丹炉 不用丹火 不用灵药 以天地之风 天空之雨 天空之雷 直接炼至日集丹药 轰动下狱 堪称盛世 不用丹炉 不用丹火 不用灵药 直接炼至天地 这等手段 堪称鬼斧神功 秦南深吸了口冷气 鬼丹大典上有言 炼丹炼的 不仅仅是丹药 炼的是阴阳众生 这是种极高的境界 哪怕是一般的日集三品的炼丹大师 都无法达到 由此可以见得 这草木封主 非同凡响 走 前去草木封 购买灵药 丹炼 开始尝试炼制 秦南立刻决定 不再逗留 迅速出门 草木封 不同于端木封 整座山峰 并不高大 要比端木封小了足足一半 但是远远望去 整座草木封上 霞光万千 云层之中 还有着十几条龙脉 不断翻滚 张口吐出一道道的淋雨 洒向整座草木封 令人心神震撼 这可是十几条龙脉啊 秦南不禁感慨 当初在玄陵宗内 一条还未进击成功的龙脉 就被当作镇门至宝 如今放在草木封上 这龙脉专门用于降雨 想必是为了培育灵药 毕竟在草木封内 不仅仅只有炼丹 还有着培育灵药 锻造锻炉 构想丹方 兑换交易等等 五花八门 秦南踏入草木封中 前往交易大殿 准备购买 这一路上 他所看到的土地 水池等等 都不是普通繁物 灵气充裕 蕴含了种种奥妙 哪怕没有亮丽景色 眼见这些 却也心旷神怡 如至仙境 等秦南来到交易大殿时 里面来来往往 热闹非凡 出售新鲜的一土啊 这次的一土 功能非凡 蕴含火焰气息 培育火焰灵药 实属极品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上古单方 就在这里 我这里有张藏宝图 乃是数万年前 某位日籍大师 曾经使用过的丹炉 秦南的眼前 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种种一切 都将他吸引进去 尽管他吸收了 魔丹尊者的炼丹经验 但是对于炼丹师 并不是特别了解 但这些灵土 灵药等等出现在他面前时 他才不禁沉迷其中 原来这个世界如此之大 奥妙无穷 咦 秦南师兄 就在这时 一道惊呼声响彻而起 来人竟然是林小雨 嗯 你怎么在这里 秦南微微一愣 秦南师兄 我终于见到你了 这个月我可担心死你了 林小雨没有回话 而是眼眶一红 他现在都还认为 秦南师兄遇险 都是他害的 不过说完之后 很快反应过来 小脸一红 吐了吐舌头 道 秦南师兄 我就是端木峰的弟子呢 原来如此 秦南笑了笑 就在这时 忽而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 哎呦 林小雨 你居然在外面跟其他男人亲亲我我 这要是被师兄知道了 那恐怕不太好啊 本章完 第380章 丹氏考核 随着这道阴阳怪气的声音 一名满脸阴厉的男子 走了过来 秦南被他的衣服吸引过去 一袭白色长袍 在胸口有着两道经文 也就是说 此人是一名星级二品的炼丹师 孙东 林小雨神色微微一变 脸色有点不好看 大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师兄有什么关系 哦 孙东冷笑一声 林小雨 你难道还真把自己当真菜了 师兄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现在师兄正在参加星级四品炼丹师的考核 他亲自点名 让你快点过去 否则的话 等会师兄亲自发火了 那可就不好了 孙东说这句话的同时 看了眼秦南 只是觉得 此人有点面熟 但想不起来是谁 他也没有多想 在这草木峰 有多少人能够与他师兄相别 星级四品 林小雨脸色一僵 在草木峰之中 炼丹师的等级 十分森严 同样炼丹师的等级越高 在草木峰之中 享受的特权也就越大 那位师兄一直以来 对他都有意思 但是林小雨非常抗拒 就一直躲避着 可他只是一名 星级异品的炼丹师 那位师兄 若是成功 晋升成为星级四品 那么就可以轻点他 去做丹童 所谓的丹童 名义上是协助炼药 更多的 却是被对方欺压 哪怕被强行占有 草木峰也只会给对方 一些不痛不痒的惩罚 根本不会严惩 虽然整个青龙圣地里面 这种黑暗的事情 极其稀少 但是青龙圣地 分为了十六座珠峰 每一座珠峰的规矩 都不一样 就譬如草木峰的草木峰主 他认为只有现实残酷 才能激起奋斗之心 孙冬见到林小雨这般模样 脸上的冷笑 更为浓郁 道 速速跟我前去 师兄跟我说了 你如果表现好的话 等你当上丹童之后 他会好好对你 你若是表现不好的话 嘿嘿 后果你也知道 说到这里 他伸出手来 就要去抓住林小雨 等等 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忽而伸出 将孙冬的手臂直接捏住 你想干什么 孙冬脸色一变 刚想挣脱 却发现对方的手臂 好像是一尊巨山 根本无法撼动 这让他眼中不禁涌起了抹金色 他乃是武王境巅峰的存在 这名青年的修为 恐怕达到了武宗 如此年轻 就达到武宗 恐怕也是一尊天才 师兄 林小雨连忙开口 他不想把秦南牵连进来 如果孙冬和那位师兄 实在是过分的话 他大不了退出草木峰 改修武道罢了 哪怕他很爱恋丹 秦南摆了摆手 制止了他说话 对着孙冬淡淡道 孙冬是吧 我不管你是为谁卖命 滚回去告诉你那位师兄 林小雨是我罩着的 希望他有点自知自明 做人给我老实点 说到最后 一缕杀气 汹涌而去 对于孙冬 还有那位师兄 这种仗势欺人的人渣 秦南向来毫不客气 你 孙冬脸色大变 这个家伙 到底是谁 居然在草木峰内 直接亮出杀气 开口威胁 师兄 林小雨也是一级 草木峰与其他峰不同 在草木峰内 任何矛盾 都是以炼丹比拼解决 根本不允许释放杀气 否则的话 就会遭到执法堂的打压 果不其然 在这交易大殿内 这突然涌起来的杀鸡 就好像是平静的湖面之中 投下了一尊巨兽 立刻将大部分人的目光 吸引过来 这家伙是谁啊 连草木峰的规矩 居然都不知道 突然之间 有名弟子愣了半想 尖声叫道 秦南 原是秦南 我擦 秦南 还真的是秦南 哈哈 我说 谁这么大胆 原来是秦南 他来这里干什么 求丹吗 整座交易大殿 都火热起来 所有弟子 议论纷纷 唯有那孙东 如遭雷击 秦南 这家伙 居然就是秦南 难怪看起来那么熟悉 孙东脸色一下子白了 若是其他的天骄 他还可以仗着草木峰弟子的身份 完全不予理会 可这是秦南 为了争夺他 两大圣地都直接开战了 当时他们的草木峰峰主 也参与了那次的争夺大战 他一个小小的星级二品弟子 怎么和秦南比 哪怕秦南现在动手废了他 恐怕青龙圣地内 也无人替他申冤 秦 秦南师兄 孙东额头上浮现出来了一丝冷汗 连说话都开始哆嗦起来 我可不是你的师兄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你可以走了 秦南面无表情地摆了摆手 这 孙东一下子为难起来 刚才那位师兄 可是对他严厉警告 若是这次不把林小宇乖乖带过去 他恐怕就要遭受严厉的惩罚 也正是因此 他才对林小宇开口威胁 怎么 秦南眼睛微微一眯 左通之中 隐隐有雷光开始闪烁 在整个交易大殿之中的人 察觉到这一幕 都是兴奋不已 秦南就是秦南 好一个火爆的脾气 看样子是要大打出手了 啊 孙东吓了一跳 连忙哭丧着脸道 我去 我去 尽管那位师兄的惩罚 太过严厉 可他更怕被秦南当场暴打一顿 那就惨了 然而 孙东还未转过身 就在这时 一道颇为威严的声音响起 怎么了 秦南师弟 什么时候造访我们草木风了 伴随着一阵脚步声 一名中年男子 缓缓走来 气势非凡 在他一身白袍的中央 更是有着三道经文 无比耀眼 是 师兄 孙东脸色再度一变 师兄居然亲自来了 这下糟了 这名中年男子 看都未看孙东一眼 目光微微扫了一下林小雨 随后落在了秦南的身上 眼神之中 闪过了一丝阴霾 本章完